爵士武魂 作者 洛承东 第5901章 大天狼星星魂 大天狼星本是大千世界 但星魂受窗 秩序崩塌 世界破碎 只有星魂残留 力量实不存一 与你而言 正是最好的选择 说完 他的身形渐渐淡去 完全消失前 留下这么一句话 你师父很看好你 但他有太多敌人 不想牵连你 希望有一天 你能站在你师父身旁 与他并肩而战 陈锋带愣在地 回味着白玉京留下的话 他远远低估了师父的实力 白玉京方才的剑招 透出上古洪荒之气 那是上古大贤 才能掌握的力量 其实力 最弱也是圣王境界 而他的师父 既然与白玉京是朋友 实力肯定在圣王境之上 陈锋叹了口气 苦笑摇头 想要追上师父的脚步 还差得远呢 他盘膝坐下 不断领悟白玉京留下的那句诗 大贤虎便于不测 大贤 指的便是上古大贤 他施展剑招时 身形暴涨 体内充斥着上古洪荒之气 莫非是引动太古大贤之力 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陈锋隐隐猜到什么 但 就算他明白了原理 却无法引动太古大贤的力量 因为 他只是灵须地先进巅峰 尚不足精闲 太古大贤之力 遥不可及 若是以其他力量作为代替呢 他喃喃自语 突然感觉抓住了一丝气机 陈锋豁然起身 运转体内 星辰先利 丹田中 浩瀚无边的星团 飞速旋转 天地间的星辰之力 仿佛受到召唤一般 疯狂汇聚到他的身体里 身形开始长高 从一米 直接长高到五米 磅礴的力量 与体内的星辰先利 汇聚在一起 他的境界没有变化 可身上的气息 已经超越了惊鲜境二重 还不够 陈锋咬紧牙关 强忍着体内胀痛之感 不断吞噬这方空间中的星辰之力 他的身体 还在不断长高 最终 达到十米高 宛如一尊巨人 散发出来的气息 无限接近惊仙境三重 陈锋只觉体内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极限 马上就要炸开了 他一拳轰出 肆意宣泄体内的力量 滚滚星辰之力 再加上他自身的星辰先利 打出一道拳影 遮天蔽日 震动虚空 哄 一拳落下 整个大殿被打砸出一个大洞 虚空出现细密裂痕 漆黑可步 涌出虚空乱流 全静如风暴肆虐 足足持续了三息 这才散去 虚空裂缝愈合 只留下一个深达百米的大坑 陈锋直接摊坐在地上 大口喘息 经脉刺痛 血肉撕裂 好一阵头晕目眩 机遇昏厥 原来 方才那一拳 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 其威力 足以匹敌金仙境三重强者 而代价是 经脉断裂 肉身破损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不能动用任何力量 威力是不错 可负作用太大了 陈锋无奈叹息 这一招 只能当作杀招 不可贸然使用 否则 一旦无法斩杀敌人 他必死无疑 三个月的时间 于他而言 转瞬即逝 他越发好奇 大贤虎便于不测 其中大贤二字 便是他方才施展的招式 而虎便于不测这两世 虽然看白玉京施展过 可他境界不够 无法领悟 第一世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那后两世 岂不是更强 在他养伤时 身外化身 正在搜寻月夜龙心的下落 虚空无边 不分昼夜 陈锋穿梭在虚空之中 如同一颗流星 速度极快 他感受到了一丝特别的气息 月夜龙心 是一只名为月夜龙的心脏 月夜龙也是虚空生物的一种 不仅拥有虚空力量 更有月华之力 他的心脏 可是绝佳的炼丹材料 能够快速突破境界 对于突破大境界的壁垒 更有奇效 不过 他帮空童 不只是形势所逼 更有他的算计 空童 乃是虚空古族的强者 善用虚空之力 若全力施展 或可撕开中千世界的一角 届时 引下中千世界的法则之力 配合御龙之心 他就能彻底复活死去的亲友 并且 给他们全然不同的天赋与实力 念及至此 尘封眉头紧锁 紧握住双拳 还记得他赶到时 见白山水几人生死 恨彻心扉 他们是为自己而死 时至今日 他已经集齐了全部材料 并得到了御龙之心这等神物 想要复活他们 只差中千世界的秩序力量 以及 至少惊鲜层次的境界 尘封深吸一口气 暂时将这些情绪抛诸脑后 因为 前方一处漆黑的漩涡之中 传出淡淡的月华气息 这里就是月夜龙的巢穴了 巨大的漩涡 直径足有五百米 缓缓旋转 内部传来恐怖的吞噬之力 凡是靠近漩涡的一切 都被漩涡吞噬 尘封发现 漩涡不远处的一片破碎遗迹中 有几个陌生的气息 一共有五个人 一个金仙境二重 三个金仙境一重 还有个灵须地 仙境巅峰 他们也在盯着月夜龙的巢穴 尘封脸去气息 悄悄靠近 听到几人谈话 这只月夜龙 可是金仙境三重 而且是成年体 不可小觑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那畜生会在一个时辰后 外出觅食 趁此时机 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 只有这样 才有一丝胜算 说话的是个光头 个子很高 肉体力量似乎很强悍 尘封能感受到 他体内强大的力量 跟他一样 也是个体修 郑云峰 你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 一名美艳女子 与他针锋相对 月夜龙善用月华之力 这种力量对金仙之力 有特别的效果 我们几个人里 只有你是体修 影响最小 你打头阵 吸引月夜龙的注意力 我们才好得手 其他几名男性修者 纷纷出言附和 时不时偷描美艳女子两眼 看到他火爆的身材 连连咽了几口口水 郑云峰皱眉 我能拖住月夜龙一时 可凭你们的实力 根本无法发挥出 秘法的威力 所以 必须由我施展秘法 及众人之力 才能斩杀那个畜生 本章完 第5902章 被判 而你实力最弱 派不上什么用场 理应负责吸引月夜龙的注意力 美艳女子眼中 闪过一抹阴毒之色 她只有灵须地先进巅峰的实力 虽有至保护身 不惧月夜龙的气息压制 但 那畜生可是惊仙三重 只要被擦到一下 必死无疑 她只想要月夜龙心 可不想 因为死在这头畜生手里 云峰大哥 你舍得 我去送死吗 美艳女子声音娇媚 媚眼如丝 说着 还往郑云峰身上蹭 我相信 以云峰大哥的实力 肯定能拖住那头畜生 等我们施展秘书 杀了那畜生 奴家以后都听你的 好不好 她的手 顺着郑云峰胸膛 一路往下 郑云峰一时慌乱 将女子推开 咳嗽两声 不行 只有我能施展那个秘书 若是我去吸引月夜龙的注意力 我们都要死 美艳女子眼神异冷 不识台卷 她装出委屈模样 一脸害怕 我真要独自一人对付月夜龙吗 一众难修者 不知出于事和目的 纷纷指责郑云峰 你是体修 就算被月夜龙的月华之力所伤 还有一线生机 让娇媚去对付那头畜生 不是送死吗 娇媚 全名司空娇 靠着一副好皮囊 和蛊惑人心的手段 不知得了多少好处 若非如此 区区灵须地先进巅峰 哪有资格跟他们分东西 一群白痴 郑云峰气地只咬牙 但 他急需月夜龙的心头血 就他一位挚友 明知有生死的危险 他也不会退缩 深吸一口气 无奈道 那好 我先拖住那头畜生 这是秘术的施展方式 在月夜龙回来之前 尽快领悟 他不得已教出秘术的施展之法 司空教第一个结果 与众人一起看 这是将多个修者的力量 基于一身的秘法 虽然有极大的副作用 却能在短时间内 得到超越自身境界的力量 郑云峰本就是惊心二重境界 施展秘法后 能短暂匹敌惊心三重 当然 他还有杀招 司空教隐隐猜到这一点 小声道 如果局势不对 我们留他垫背 反正秘法已经到手 怎么算都不亏 众人顿觉有理 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郑云峰并未察觉 一旁 始终暗中观察的陈峰 微微叹了一口气 修行路上最大的敌人 往往是人心 至于郑云峰 为何要坚持斩杀月夜龙 他不得而已 不过 此人心性不错 若真遇到危险 帮他一把 也未尝不可 很快到了月夜龙 外出觅食的时间 庞大的漩涡中 突然伸出两只爪子 将漩涡撑大 一只身长千米 通体漆黑的巨龙 冲出漩涡 银白色的毛发 轻轻飘荡 蕴含着浓郁的月华之力 一双橙色树桶 似有无穷魔力 一旦对视 就会身陷其中 这就是月夜龙 司空骄又惊又喜 月夜龙的血与心脏 都是至宝 只要能分到一滴 就够他突破惊仙境界 至于郑云峰的死活 他才不在乎 月夜龙龙眼转动 似乎在搜寻猎物 很快 他认准了一个方向 就在他准备动身时 郑云峰踏空而去 突然发起攻击 崩山 朴实无华的一拳 汇聚了极其恐怖的肉身力量 狠狠砸在月夜龙头颅之上 哄 月夜龙毫无防备 被打爆了一只眼睛 愤怒嘶吼 银白色毛发 亮起璀璨荧光 化作万千豪芒 四散而开 郑云峰赶忙催动力量 抵挡豪芒的瞬间 迅速后退 然而 他还是低估了月夜龙的力量 豪芒轻松刺穿他的身体 留下一个个细微的血洞 月华之力在他体内游走 所过之处 寒霜凝结 冷冽刺骨 郑云峰呼出的口气 都结成了双花 已然被月华之力侵蚀 动作越发迟缓 好在他是体修 尚有抵挡之力 若换作寻常舞者 早已被寒气冻结成冰雕 快动手 郑云峰大喝一声 强行震碎体内寒冰 转身就跑 月夜龙愤怒至极 根本不理司空交几人 直奔郑云峰而去 这时 司空交几人全力施展秘法 将力量聚集在一名黑袍修者身上 一掌轰出 掌印如同一座巍峨山月 狠狠撞在月夜龙身上 碰 月夜龙被轰退十几米 毫发无伤 满含怒意的双眼 直直看向黑袍修者 不好 黑袍修者脸色骤变 他的身体太硬了 我们伤不了他 快逃 话音刚落 众人四散而逃 只留郑云峰一人 找不到目标的月夜龙 只能将怒火发泄在郑云峰身上 嘶吼一声 扑杀而去 你们 郑云峰大惊 他根本不是月夜龙的对手 唯有及所有人的力量 方有一丝胜算 但 这些人简直是白痴 就算给了他们秘法 却连八成威力都没发挥出来 云峰哥哥 劳烦你留下 替我们挡住这只畜生 谢谢你的秘法 司空交露出阴毒笑容 这时 郑云峰方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 想要让他断后 被算计了 月夜龙张开血盆大口 体内的月华之力汇聚而来 一口喷出 粗壮的银色光柱 洞穿虚空 直直射向郑云峰 盛怒之下 月夜龙全力一击 郑云峰根本挡不住 我好恨 临死之际 他仰天怒吼 就是错信了小人 才会葬身于此 可惜 还是没能救你 听到这句话 陈峰心头一动 他终于明白了 为何郑云峰明知这是算计 依旧不肯退去 他 也有想要拯救的人 刷 光柱狠狠撞在郑云峰身上 然而 光柱在触碰到郑云峰的瞬间 却分成两道 分别射向身体两侧 似乎被什么力量 声声切开一板 这是 刀翼 黑衣修者惊呼出声 光柱持续了一息 这才散去 郑云峰惊恐地看着身前 手持一把黑色长刀 身上金光流转的青年 此人正是陈峰 退远些 别伤到你 留下这句话 陈峰目光一转 落在月夜龙身上 本章完 第5903章 困境 一步踏出 直接冲到月夜龙面前 名神绝念刀第一事 惊天地 刀翼凝结 凶狠斩下 几十米高的漆黑刀器 瞬间破开月夜龙的鳞片 留下一道争鸣血痕 月夜龙惨叫一声 倒退数十米 刺痛令他更加愤怒 但 双眼之中 更有深深的忌惮 眼前这人类 给他一股淡淡的危机感 是他体内积攒的力量 让他心生恐惧 正好用你试试 本命仙魂的力量 陈峰心念一动 一只三足金乌 破体而出 金乌身上 绽放出璀璨金光 犹如烈阳之灰 刺眼而炙热 接着 金乌的力量 汇聚到极翼夜天刀内部 魏长刀附上一层金色薄膜 温度极高 他再出一刀 名神绝念刀第一是 惊天地 近乎百米的金黑双色刀器 撕裂虚空 直接斩断了月夜龙的头颅 速度之快 根本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一刀斩杀 月夜龙的双眼中 竟是惊恐之色 身体颤动几下 再也没了动静 众人呆入目击 陈峰伸手一探 从月夜龙体内挖出一颗半人高的心脏 月夜龙心 有了这件宝贝 就能完成空铜交给他的任务 届时 他也有了跟空铜谈判的底气 多谢前辈相救 郑云峰略显拘谨 陈峰看着很年轻 可他的实力却强得离谱 他以为 只是陈峰化作青年模样 其实是个修行千年的老怪物 陈峰淡笑 我比你小几百岁 你叫我前辈 郑云峰愣了一下 他才五百多岁 小几百岁 难道陈峰连一百岁都不到 说说吧 你为何明知会死 还要杀月夜龙 陈峰对他的故事很感兴趣 郑云峰一开始有些疑惑 但想到陈峰的实力 杀月夜龙都这么轻松 杀他更不费吹灰之力 他坦言道 我有位智友因我而伤 需要月夜龙的血救命 且 小友 我愿用一切 换月夜龙一滴精血 说完就要跪 陈峰挥了挥手 将他托起 但笑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不过是些血而已 尽管拿去 这下 不止郑云峰愣住了 原本留下来看戏的众人 也都愣住了 他的气息 似乎没有到惊仙境界 莫非是施展了秘书 强行斩杀月夜龙 现在被秘书反噬 这才故意让出龙血保命 司空骄见惯了这种事 自然以为 陈峰现在只是装枪做事 其实早已游进灯窟 其他人也都相信他的说辞 更贪图月夜龙心的价值 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我们不是有秘书在吗 就算用过一次 再用威力会大打折扣 但这小子也快撑不住了 杀他不难 几人悄悄靠近陈峰 谁知 陈峰早有防备 想杀我夺宝 陈峰微笑 看着几人 谁敢出手 我便杀谁 司空骄哥哥笑道 别装了 你不过灵须地先进巅峰 施展秘书之后 定遭反噬 乖乖交出月夜龙心 还有你身上的所有宝贝 或许能保住你这条贱命 陈峰不为所动 只是淡然地站在那里 仿佛再说 尽管出手试试 找死 黑衣修者冷哼一声 再次施展秘书 集所有人的力量 一掌轰出 掌印遮天 足以秒杀金 先进二重强者 但 还不够看 这是你们自找的 陈峰再度催动 金玉神环的力量 三足金屋再现 融入极翼夜天刀中 一刀斩出 金黑色刀器 直接将掌印斩断 去世不减 瞬间 将黑衣修者斩成两半 什么 一众舞者大惊 他不是被密法反噬 游进登窟了吗 怎么还有这么强的力量 司空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将怒火发泄在司空骄身上 司空骄万分不解 难道 他并未动用秘书 而是他自己的力量 不 这不可能 他根本不信 你跟我境界相同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力量 陈峰冷笑 死人 何必问这么多 他再出一刀 匹炼刀光滑破长空 斩下司空骄的头颅 接着 刀光连闪 每出一道 都会斩杀一名修者 不出三息 所有修者都被他斩于刀下 赤死也想不通 为何陈峰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陈峰微微喘息着 动用金语神环仙魂 消耗极大 以他如今的实力 只能动用两次 星辰先例便所剩无几 不过 两次也够了 多谢小友出手相救 郑云峰躬身一礼 满脸感激 不必谢我 陈峰收起吉一夜天刀 别有深意道 别让你的志友久等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消失在郑云峰视线之中 郑云峰不解 但却能隐隐察觉到 或许 陈峰也曾经历过 与他相似的事 密境中 宋元义与林妙一带队 带着一众年轻弟子 来到一处破碎的空间入口处 先在这里躲一躲 宋元义先一步进入空间 林妙一则是等一众弟子进去后 这才跟着进去 这片空间 不过一座城池大小 举目皆是破碎的虚空裂痕 不知通往何处 虚空乱流涌动 让本就有伤的弟子 脸色更白了几分 原来 在陈峰离开后 几人遭到了其他先门的伏击 被夺走了大量积分 身受重伤 好在 勉强保住性命 宋元义落地时 直接瘫倒在地 连连吐血 他已经撑不住了 原义 林妙一赶忙扶住他 担忧道 你怎么样 宋元义摆了摆手 没事 只是消耗有些大 抓紧时间休息 万仙蒙的人 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众人眼中 升起一抹绝望之意 陈师兄一走 群龙无首 我们根本不是万仙蒙的对手 这可怎么办 没了陈峰保护他们 他们一下 没了主心骨 难道陈师兄不在 你们就活不了了 宋元义怒道 这次试炼 本就是弟子间的历练 难道非要靠陈师兄保护 才能通过试炼吗 当年 陈师兄参加试炼时 可没有长老保护 面对一众先门围攻 他就应该等死吗 本章完 第5904章 新模式 这些日子挤压的情绪 全都爆发出来 他是陈师兄认定的队长 更是未来星河剑派的强力人物之一 但 他还不够强 不像陈峰那样 能以一人之力 对抗整个万仙蒙 可他还是尽了队长的职责 他绝不容许自己的队员 成为指挥被人保护的废物 对 宋队长说的没错 当初反对宋元毅当队长的弟子 站出来为他说话 若一味地寻求保护 我们还能有什么长进 就算陈师兄不在 我们也能通过试炼 众人心里也憋着一股气 都是来参加试炼的修者 他们凭什么被人压着打 是实力不够 不 是他们习惯了被陈峰保护 真到危机之时 反而乱了阵脚 我是队长 自当履行队长的职责 宋元毅缓起身 沉生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万仙蒙就休想伤 你们分好 一众弟子纷纷附和 如同打了鸡血 战役高涨 你们还真是乐观 这事 虚空裂缝中 涌出大片人影 足有三十人 为首之人 正是这几日追杀他们的万仙蒙长老之一 半步惊仙境界的强者 柳长俊 真是阴魂不散 林妙一脸色一沉 挡在宋元毅面前 运转星辰先例 随时准备出手 还想动手 柳长俊冷笑 没了陈峰 你们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羔羊罢了 如果不想死 现在跪在我面前 连克三个响头 并大喊 星河剑派都是废物 这一招 红哥仙子也用过 但他就是爱听这句话 在他看来 星河剑派都是废物 包括那个陈峰 不就是比他天赋高一些 运气好一些 才有今日的地位 他不服 一众万仙蒙弟子 满脸讥笑地 看着星河剑派弟子 已是迫不及待 想看他们跪地求饶的样子 做梦 宋元一冷哼 星河剑派没有孬肿 就算是死 也休想让我们磕头 星河剑派的弟子 纷纷附和 你们这是在找死 柳长俊冷冷一笑 既如此 我成全你们 他催动星辰先例 身上升起恐怖的气息 长老与弟子间的差距太大了 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星河剑派弟子 全都被气息镇压 匍匐在地 动弹不得 身为长老 怎可对弟子出手 老东仙 你还要不要脸 柳长俊吃笑 在这里 只论生死 不论身份 敢笑我 我先宰了你 他一掌轰出 直直轰向笑话他的那名弟子 宋元一咬紧牙关 全力催动星辰先例 体内 本命先魂的力量 尽数爆发 他挣脱了柳长俊的压制 奋不顾身 扑到那名弟子身前 竟要用自己的身体 替他当下这一击 不 林妙一 私声大吼 但他的实力不如柳长俊 只能被压制 无力阻止 就在此时 空间剧烈震荡 无数虚空裂缝中 涌出虚空乱流 掀起飓风 在宋元一面前 空间突然撕开一刀巨大的裂缝 从中 探出一只肉掌 撞上柳长俊 轰出的掌印 轰隆 巨响轰鸣 掌印竟被这只肉掌 直接震碎炸裂 而后 裂缝之中 走出一名青年 正是陈锋的身外化 及时赶到 你这老狗 真会钻空子 陈锋冷冷看着他 趁我处理些琐事的功夫 竟敢对我星河剑派的弟子出手 找死 柳长俊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意 骇然不已 陈锋的实力 已经达到撕裂虚空的程度了 这么大的裂缝 恐怕是惊仙也做不到吧 其实 裂缝并非他撕开 而是空铜 得到月夜龙心后 空铜第一时间找到他 为他打开虚空裂缝 虚空古族 世代生存在虚空之中 可以操控虚空裂缝 跨越极远的距离 虽然很好费力量 却是极为便利的能力 借助空铜打开的虚空裂缝 陈锋只用了一个时辰 就回到这方秘境 好在赶上了 柳长俊惊恐地盯着陈锋 已然心生退役 刚要动 却发现 陈锋已经先他一步 闪现到他身旁 来都来了 先别急着走 陈锋笑看着他 让你手下的弟子 与我星河剑派的弟子打一场 你们赢了 我放你们走 柳长俊愣了一下 不敢置信道 此话当真 他又看向星河剑派那些弟子 论实力 两边弟子旗鼓相当 但柳长俊这边人数占优 而且 他始终瞧不起星河剑派 若非出了陈锋这个天才 星河剑派早就覆灭了 岂能坚持到今日 柳长俊耻笑 就凭这些废物 怎么可能是我万仙蒙弟子的对手 你可敢发星摩大事 证明你方才说的话 星河剑派弟子 皆是一惊 这要是发下星摩大事 他们绝不能输 否则 陈锋必遭星摩反噬 尸骨无存 有何不敢 陈锋笑看着柳长俊 激我发誓 那你呢 柳长俊冷横 我的人不可能输 就算输了 我自断一臂 陈锋突然笑了 越笑越大声 我以心魔力士 赌上自己的性命 你却用一条胳膊跟我赌 柳长俊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但 他怕死 即便相信自己的人能赢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可陈锋如此挑衅 他岂能退缩 好 我也立试 跟你赌命 谁输谁死 陈锋吃笑 这才有点意思 他直接立试 我愿以心魔立试 若此战得胜 放他们离去 若是败了 愿受心魔弑心之痛 此言一出 星河剑派的弟子们 全都捏紧了拳头 陈锋是拿命再赌他们赢 这是何等信任 顿时 星河剑派的弟子 心中生起一股难言的愤慨之意 他们瞧不起我们 那就用实力证明给他们看 我们星河剑派 不是废物 呼声如浪 回想整个空间 反观另外一边 一众万仙蒙弟子 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甚至 柳长俊是死是活 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柳长俊立下誓言 大鹤 动手 本章完 第5905章 仙魂突破 苍生战 刹那间 三十名弟子 直接扑向星河剑派弟子 战 宋元义带头冲锋 纵使有伤在身 他也没有半点犹豫 很快 双方站坐一团 宋元义催动本命仙魂之力 融入阵法之中 强行逆转 顿时 阵法之威 狠狠压制对方三十人 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竟然在不断减弱 万仙蒙弟子 纷纷惊呼 是队长的阵法起作用了 星河剑派弟子大喜 心中底气更足 直接杀尽万仙蒙众人 如羊入虎口 大杀四方 这 这是作弊 柳长俊顿时慌了神 他从未见过 有人能布置这等范围的阵法 还有这种古怪的效果 可还不等他出手 陈锋的身上流露出些许气息 你敢出手 我必杀你 杀意 直透骨髓 柳长俊下的跌退术步 险些跌倒 他害怕极了 陈锋的气息 远比传闻中更恐怖 他虽然是半步惊仙境界 可面对陈锋 却如孩童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林妙义身为宗主 不再参战人选中 他来到陈锋身旁 惊讶到 你的实力更强了 陈锋但笑 有些机缘罢了 倒是你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 可对宋元义有所改观 林妙义欲言又止 只是默默盯着宋元义 掌控大阵 全力催动自身力量 脸色油盐可见的发白 显然消耗极大 他面露担忧之色 却一言不发 现在的他 早已今非昔比 陈锋但笑 我有件事要做 做完之后 会离开星河剑派 他会接替我的位置 林妙义惊呼 他 他怎么能接替你 你的天赋绝非他能比 你若一走 星河剑派怕事 陈锋笑容依旧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星河剑派培养我 我助星河剑派渡过难关 但不能永远留在这 而且 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林妙义沉默了 再次将目光投向战场 有宋元义的阵法相助 众人战力高涨 如入无人之境 不过一炷香的功夫 便将万仙蒙众人击溃 赢了 星河剑派弟子 兴奋高呼 不少人更是围在宋元义身旁 赞声连连 你说了 陈锋笑看着柳长骏 柳长骏脸色难看至极 突然转身就跑 可还没等他跑出多远 却突然捂住胸口 嘶声痛呼 心魔大事 为者 必遭心魔弑心之痛 必死无疑 啊 柳长骏嘶声惨叫 身体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撕碎 轰然炸开 血肉似箭 触目惊心 万仙蒙众人 直接被吓破了胆 纷纷捏碎玉符 逃出试炼空间 旧由自取 陈锋看都没看柳长骏一眼 而是来到宋元义身旁 他注意到 宋元义的气息很不寻常 似乎有股强大的力量 机遇撑爆他的身体 我的仙魂 似乎要炸了 宋元义咬牙苦撑 可剧痛越来越强 他已经撑不住了 撕声狂吼 痛彻心扉 元义 林妙一担忧不已 想要触碰宋元义 却被陈锋拦住 仙魂暴走 你若贸然触碰 你也得死 林妙一赶忙抽手 一脸后怕 陈锋眉头紧皱 宋元义的仙魂突然暴走 太过蹊跷 他一番探查发现 宋元义的仙魂 竟然有突破的迹象 陈锋突然想到什么 上古时期 曾有大能的仙魂二次突破 微能倍增 然而 此举无异于赌命 只有一成的可能 成功突破 获得更强的力量 一旦失败 便是仙魂炸裂 尸骨无存 陈锋抬起手 运转金语神环仙魂 一只三族金乌 从他体内冲出 高悬于头顶 散发烈阳般的光辉 强大的仙魂力量 压得在场众人喘不过气来 这是什么仙魂 竟是威压 快要碾碎 我全身的骨头了 就算是宗主的仙魂 也没有陈师兄的这么强 陈锋控制着三族金乌的力量 注入到宋元义体内 瞬间镇压宋元义暴动的仙魂 狂暴的气息散去 众人惊讶地看着陈锋 呆愣在地 宋元义的仙魂很强 他们有目共睹 可陈锋的仙魂 却能瞬间镇压 拥有轻易秒杀的能力 强得离谱 吸收仙魂的力量 若能成功 你就能彻底掌握仙魂 陈锋小声提醒 他有本命仙魂在身 能帮宋元义掌控仙魂之力 将一成的可能提升到七成之多 宋元义艰难点头 疯狂吸收仙魂之力 他身上的气息连连攀升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已经冲破了灵须地仙境第一重 头顶 绿色流光化作一个巴掌大小的杯子 呈玉色亮起翠绿的光辉 浓郁的生命气息 从杯子中扩散出来 相比第一次见 气息不知强横了多少倍 而后 仙魂的力量与宋元义彻底融合 他的气息也彻底稳固在 灵须地仙境第一重巅峰 距离第二重 只差一步之遥 宋元义豁然睁眼 眼中绿光流转 生机勃勃 心念一动 头顶的玉色杯子落在手中 杯子内部似有无数生灵 欢呼雀跃 苍生斩 斩中有苍生 一念生 一念死 宋元义眼中绿光淡去 大笑 我终于懂了 我的仙魂 乃是极其罕见的本命仙魂 名为苍生斩 拥有二魂之力 有仙魂在身 可以带给我极强的恢复能力 还能将这份力量 注入到别人体内 若是逆行仙魂 则是斩断生机的力量 同镜之中 无人是我的对手 众人狠狠到抽一口冷气 本命仙魂 那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存在 拥有无限成长的逆天能力 果然是本命仙魂 尘封弹笑 如今你突破灵须地仙境 彻底掌控本命仙魂 实力今非昔比 若你不知如何掌控本命仙魂 可以问我 宋元义愣问一下 看到凌云头顶的那只三足金屋 感受到一股熟悉 去饿更加强大的气息 陈师兄 你这也是本命仙魂 此言一出 众人更是震惊 难怪陈师兄的仙魂这么强 竟然也是本命仙魂 本章完 第5906章 看好了 天哪 我竟然能同时看到两道本命仙魂 陈锋点了点头 这只是一半的力量 毕竟 现在的我 只是一道身外化身 力量并不完整 还是半道 众人被震惊到麻木 惭愧不已 难怪陈锋的实力如此强大 正因他有无人能比的强大天赋 更有一颗强者之心 才能走到今日 咚咚咚 这时 三生钟鸣响起 陈锋眉头轻挑 还剩最后三天 红阁他们 也该找过来了吧 众人脸色结实一变 红阁仙子 掌控整个万仙盟 特意针对他们星河剑派 陈锋虽然实力强大 可他要面对的 是万仙盟众多修者 不知陈锋遇上万仙盟的人 能够脱身 陈锋并不在意 以他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万仙盟所有人一起出手 也未必能赢得了 他不在这几日 弟子们都拿到了不少积分 索性最后三日 陈锋并不要求他们继续赚取积分 而是留在这里 凡是修炼上的问题 陈锋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很快 最后一天到了 经由陈锋的指点 众弟子大多突破了修为 更有不少人达到灵虚地先进 星河剑派 又多了不少新鲜血液 突然 无数道强横的气息 飞速逼近 陈锋早有察觉 但笑 终于来了 宋元义也察觉到 豁然起身 连带所有弟子 纷纷看向气息传来的方向 震惊万分 以红歌仙子为首 密密麻麻的人影 踏空而来 瞬间将陈锋众人围住 陈锋 可算让我找到你了 红歌仙子死死盯着陈锋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万仙盟所有精锐 全部聚集在这里 只为对付陈锋一人 这阵仗 可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星河剑派弟子被团团围住 心中生起一股巨异 唯有宋元义立声质问 红歌仙子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这次是弟子间的历练 你若对我们出手 便是违反历练规则 你就不怕神将大人责罚于你 红歌仙子细细打量宋元义 满脸不羡 你是什么东西 敢跟我这么说话 衣袖轻舞 树根丝带飘然落下 四漫十块 划破空气时 发出刺耳尖笑 宋元义脸色骤变 这一击 看似轻柔 却能瞬间秒杀一位灵须地先进巅峰强者 他挡不住 就在此时 一抹黑光闪过 瞬间斩断丝带 黑光飞旋着回到尘封身旁 众人这才看清 方才闪过的黑光 竟是一把刀 即一叶天刀 元义 看好了 这是我教你的最后一刻 尘封缓缓起身 手握即一叶天刀 磅礴刀翼冲天起 修者的世界 弱肉强食才是真理 与其跟他们讲道理 倒不如用实力证明一切 尘封一刀斩出 漆黑刀器爆发 迎风暴涨 十米 二十米 三十米 不过眨眼之间 暴涨到五十米有余 斩破虚空 直奔万仙蒙众修者而去 好强的刀翼 万仙蒙众人 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如灵大敌 立即催动星辰先例 汇聚成一团 化作一面颜色绚烂的屏障 刀器撞在屏障上 咔嚓 瞬间斩碎 刀器的余波撞在众人身上 直接将众人撞退 修为稍弱者 更是被刀器震伤 吐血不止 锦翼刀 震退万仙蒙数十名强者 宋元义险些惊掉了下巴 他知道陈锋很强 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 而且看陈锋云淡风轻的模样 似乎没尽全力 红哥仙子死死盯着陈锋 极恨万分 你分明只是灵虚帝先进巅峰 为何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陈锋弹笑 并非我强 而是你们太弱了 见识过白玉京的手段之后 陈锋越发明雾 何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他才刚刚踏上仙人之路 距离真正的强者 还差得远呢 红哥仙子怒从心来 取出一张古朴卷轴 将其打开 诸位 速速将力量注入这卷轴之中 万仙蒙一众强者 纷纷催动星辰先例 注入卷轴 卷轴亮起璀璨金光 冲天起 瞬间 化作一尊十万米高 壮硕如山月一般的金色巨像 极重仙之力 催动至高密法 终于唤醒这尊法相 红哥仙子笑容争宁 这可是金仙层次的力量 看你如何抵挡 他全力催动星辰先例 欲使金色巨像 怒拳轰出 直直砸向尘封头颅 拳出之时 整个秘境都在震战 震出无数漆黑裂痕 似要崩塌一般 陈锋微微眯起眼 只是瞬间的错愕 便露出淡然笑意 法相虽强 堪比金仙境一重的强者 但 就算他是身外化身 也有抗衡金仙境一重的实力 何况 他们只是勉强凝聚法相 力量并不完整 陈锋身上刀翼骤起 再出一刀 这一刀 与之前施展的明神绝念刀第一式全然不同 幽身黑光宁而不散 暴涨之百米 始终凝聚在极异夜天刀之上 刀光之深邃 宛如一道虚空裂缝 锁过之处皆被吞噬 陈锋体内的力量 疯狂涌入极异夜天刀中 刀身狂震 发出震耳刀鸣 明神绝念刀第二式 山河灭 黑光斩下 瞬间将法相斩成两半 凡是被黑光扫过的修者 全都被一分为二 被黑光吞噬 尸骨无存 顷客之间 整个秘境之中 竟无半点声音 唯有那凝炼至极的一刀 生生斩破虚空 一刀斩杀万先蒙数十名修者 红哥仙子惨叫一声 手中圈轴破碎 更有一条手臂被刀光斩断 他亮腔地站在虚空之上 看向陈锋的眼神中 净是恐惧 他怕了 方才那一刀 拥有无上神威 却不知为何落在他身上时 威力大减 这才侥幸保住一条命 还还咳 陈锋突然咳嗽 脸色惨白如指 以我现在的实力 施展第二式 还是太勉强了 方才那一刀 只是发挥出了五成威力 而且他的境界 还不足以支持这一刀彻底施展 才会突然消散 即便如此 他仅靠这一刀 近乎斩灭万先蒙所有人 何等恐怖 本章完 第五千九百零七章 归来 陈锋取出一枚丹药吞下 恢复耗尽的力量 而后 他缓缓抬眼看向红哥仙子 但笑 现在只剩你一人 还想没有星河剑派吗 红哥仙子大惊 转头看去 除去众仙门的那些新人弟子外 方才出手的长老 全都被尘封斩杀 一个不剩 他恐惧到极点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直至崩溃 我说了 他跪在尘封面前 双目空洞 全无神采 仙者之心 已然破碎 从今以后 怕是无心无道 沦为一介凡人 疗此残生 尘封并未杀他 而是催动星辰先例 化作几根锁链 将他束缚 你的罪 就交给宗主去处置吧 话音刚落 整个秘境开始阵战 秘境修炼结束了 树道流光撕开秘境 落在每个人身上 将众人拉出这方空间 此时 罗侯秘境入口处 荒神将宅长尊驻足而立 正在等秘境中的人出来 很快 白光宛如天河流淌 缓缓洒在峡谷深处 随着白光散去 众人回到峡谷 终于出来了 宋元义长须一口气 这次秘境之行 显之又显 但得到的好处也不少 宅长尊只是扫了一眼 脸色骤变 除了弟子之外 一众先门的长老 竟然全都不见了 再一看 红歌仙子竟被仙力锁化的锁链束缚 跪在陈锋面前 双目空洞 宛如行尸走肉 尤其是感受到陈锋的气息之后 宅长尊的眼中 闪过一抹忌惮之色 陈锋更强了 他的体内 甚至有一股令他心计的力量 宅长尊深吸一口气 问道 陈锋 其他仙门的长老呢 陈锋抬头看向宅长尊 淡淡道 被我杀了 虽然早就猜到 可亲耳听到陈锋承认 还是大吃一惊 数十名先门长老 不乏陵墟地先进八重的强者 都被你一人所杀 陈锋淡然点头 他们想杀我 可惜既不如人 死在我手上 这并不违反此次历练的规则 宅长尊沉默了 陈锋 已然成长到 与他平起平坐的境地 小小一个星河剑派 竟能培养出这等天才 太恐怖了 此次历练到此结束 你们都回去吧 宅长尊深深看了陈锋一眼 这才踏空离去 陈锋自然知道 他是在想夜仙庭一事 不过 在去夜仙庭之前 他还有件事要做 陈锋带着一众弟子 和红歌仙子 重回星河剑派 剑派中 以宗主洛星辰 全都聚集在山门前 翘首以盼 突然 洛星辰似乎感受到什么 看向远方 树到人影踏空而来 为首之人正是陈锋 他们回来了 洛星辰面露喜色 悬着的一颗星 终于落下 因为他看到 前去历练的弟子 竟然全部活着回来了 宗门长老和弟子 瞬间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陈锋带领众人落在山门前 来到洛星辰面前 微微拱手 宗主 我回来了 洛星辰欣慰点头 而后看向那些新人弟子 目光扫过一圈之后 定格在宋元义身上 惊讶不已 你的仙魂觉醒了 宋元义点头 多亏陈师兄 助我觉醒本命仙魂 本命仙魂 众人直接惊呼出声 不少弟子 投去羡慕的目光 本命仙魂 远比寻常仙魂更强数倍 能提升的力量也是好几倍 有本命仙魂在身 若非天赋极差 必然踏入金仙层次 我们星河剑派 也能有金仙强者坐镇了 宋元义一时惭愧 笑道 其实陈师兄的本命仙魂 远比我的更强 现在的陈师兄 已经能抗衡金仙层次的强者 若能完全掌握仙魂的力量 说不定能匹敌天仙 顿时 嘈杂的人群 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压去无声 骆星辰不敢置信道 陈锋 他说的可是真的 陈锋点头 我也觉醒了本命仙魂 只是仙魂太强 我实力不够 无法完全掌控 待我彻底掌控本命仙魂 便是我踏入天仙之时 死 众人狠狠到抽一口冷气 惊仙 已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高峰 何谈天仙 骆星辰唏嘘一叹 我们星河剑派 竟然能得到 你这般天才 可谓大造化 这时 他发现了陈锋身旁的红歌仙子 陈锋淡淡道 众仙门长老都被我杀了 哪怕是门主亲至 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先行已破 如今与废人无异 但 他必将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就交给宗主处置吧 骆星辰恍然 立刻命人将红歌仙子 押进地牢 待三日之后 饮酒消天雷 以雷行泯灭神魂与肉身 他要让所有仙门知道 星河剑派 才是东荒第一仙门 一众弟子 方才结束历练 身心俱疲 骆星辰便让他们好好休息 待三日后 处置了红歌仙子后 再举办一场宗门盛宴 庆贺星河剑派崛起 正当骆星辰邀请陈锋时 却被陈锋拒绝了 我有钥匙在身 怕是无法参加宴会了 陈锋深吸一口气 突然有些紧张 时至今日 他已经找到了所有复活亲友的材料 更有御龙之心相助 能够帮他们塑造出 这方天地间最强的肉身 曾经是他来迟了 可这一次 他让每一个人活过来 拥有远胜从前的力量 再也没人感动他们 骆星辰似能感受到陈锋心中的执念 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你是星河剑派的弟子 若有需要 尽管与我说 即便清静一宗之力 也在所不惜 陈锋心中一暖 好 如有需要 我自然会说的 骆星辰点头 目送陈锋离去 三日后 星河剑派矿场 陈锋盘坐在御龙之心前 感受着御龙之心内部的气息 心情越发平静 御龙之心 一方世界中 生机所化的至高领宝 哪怕是大千世界的强者 也会眼红御龙之心的力量 很快 一名弟子匆匆赶来 陈师兄 你要的东西 宗主都替你集齐了 他将一枚戒指递给陈锋 陈锋缓缓起身 接下戒指的同时 淡淡到 据智慧这里的所有人 退到百里之外 弟子 不知陈锋要做什么 可看到 那颗巨大的御龙之心 感受到其中散发出来的力量 心计不已 他立刻支回矿场中所有人 退到百里之外 感受到众人的气息消失 陈锋这才取出百鬼夜行精 这三日里 他已经将百鬼夜行精 反复参悟数百遍 确保万无一失 他直接捏碎戒指 无数珍惜灵雾 散落在堤上 除此之外 还有他斩杀的强者 搜集而来的几株仙瓶草药 全部取出 陈锋双掌合十 以整个御龙之心为中心 运转百鬼夜行精 幽蓝色的光芒凭空显现 化作九面招魂帆 围住御龙之心 御龙之心内部 涌出绿色的气流 分别会入九面招魂帆 招魂帆不断震战 铃铛哗哗作响 一股令人心计的力量 直接冲破矿坑 崇上九霄 瞬间 将整片天空 击出一个巨大的虚空裂缝 陈锋豁然抬头 目光穿破云霄 落入虚空裂缝之中 九面招魂帆疯狂震荡 铃铛响声不断 不知道从哪片天地之中飞来 不知道穿越了多少时空 不知道多了多少载岁月 陈锋在此 似乎已经等了万年 终于 裂缝中 有八道游魂 缓缓出现 落在玉龙之心上 看着熟悉的八道身影 陈锋眼眶一热 眼前的画面开始模糊 他深吸一口气 依次念出每个人的名字 白山水 花如盐 江月纯 上官凌云 月玲珑 未清衣 还有 暗老 陈锋声音突然哽咽 闭上眼 再度睁开之时 眼中似有无穷神光流转 今日 我将兑现诺言 以白鬼夜行精为影 以玉龙之心为区 为你们重铸肉身 恢复神魂 纵然一身修为静悔 在所不惜 魂吸 归来 本章完 第五千九百零八丈 我偏要 逆天行 嗡 玉龙之心颤动 玉色光柱冲天起 直接冲破数层石壁 直上九霄 陈锋踏入玉色光柱内部 全力运转白鬼夜行精 一道道近乎透明的魂魄 在他身前凝聚 身影越来越熟悉 他打手一招 聚集不断聚集几人的魂魄 但 魂魄飘散在各处 需以强大的力量才能凝聚 陈锋身上 骤然亮起一抹璀璨金光 三足金屋腾空而起 振翅提鸣 光华盖过皓月 直逼烈阳 引金屋之火 化作一圈火环 飞速旋转 凝 陈锋大喝一声 四处飘荡的灵魂 仿佛受到牵引一般 不断凝结 火环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的脸色也变得惨白 毫无血色 消耗太大了 白鬼夜行精 本就是逆天进法 活死人肉白骨 而代价 便是他的本源之力 一旦耗尽 莫说就不活亲友 连他也要死 不过 主持大阵的 只是陈锋的一道身外化身 更有玉龙之星这等神物 源源不断提供生命气息 才让他拥有复活亲友的可能 纵使机会渺茫 只要能救回你们 拼上性命又何妨 陈锋咬紧牙关 不断榨取 玉龙之星内部的力量 澎湃的生命气息涌入体内 再通过白鬼夜行精 注入到几道灵魂内部 渐渐地 玉色的光芒凝结成一团 逐渐凝结成人形 从骨头到血肉 再到经脉 大穴 陈锋以自己为祭品 借玉龙之星的力量 为亲友重铸肉身 虽然 重铸之后 几人的记忆会有所缺失 可肉身 将会是这方世界中最顶尖的存在 它们的修为将会远超从前 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这个过程极其缓慢 转眼间 已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七具玉光流转的身躯 已经与常人无异 七道灵魂环绕在陈锋身旁 似是迫不及待 想要进入新的躯体 去吧 陈锋近乎脱离 声音沙哑 曾经的诺言 我做到了 七道灵魂分别涌入身躯之中 接连睁开眼 打亮着陌生的场景 这 这里是 白山水率先开口 御龙之星的力量 早已将整个矿坑冲开一个大洞 深达三千米 它们踏空而立 环顾四周 看到熟悉却又陌生的伙伴 一时有些迷茫 诸位 陈锋喘息连连 可还记得我 你是 陈锋 七人一口同声 我们不是死了吗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江月纯 还有些许残缺的记忆 还记得 他们几人敌不过楚少阳 寒恨而亡 你在做什么 按老眉头紧皱 这方大阵 在吸取你的力量 注入到我们身上 若再继续下去 你必死无疑 众人皆是一惊 原来 你是想用自己的命复活我们 白山水赶忙制止 陈锋 我们早已生死 何必为了救我们 搭上你这条命 你忘了当初我们赴死的决心了吗 几人赶忙去劝阻陈锋 不用担心我 陈锋淡笑 一句身外化身罢了 我的本体就在路上 想来也快到了 身外化身 白山水几人全都愣住了 这是何等秘法 他们竟然从未听说过 突然 一股强大的气息 直接撕裂虚空 落在这方世界之中 罪人陈锋 私自施展禁术 唤醒亡魂 你可知罪 朗朗道音响彻这方天地 更有无上威压 震慑四方 陈锋看到裂缝中 那道晴天的金色身影 眼神一灵 天道主宰 他知道 这只是天道主宰万千化身中的一道 堪比金仙禁五重 甚至更强 天道主宰俯看着陈锋 宛如看蝼蚁一般 毫无怜悯之心 逆天地秩序 霍乱乾坤 你 陈锋直接打断 我以性命为继 复活亲友 何罪之友 天道主宰冷亨 我即是天道 天道 七人呆呆地看着那道金色身影 灵魂都在站立 距离他们生死 就经过了多少年 陈锋 到底成长到何等境界 竟然会招惹到天道这种强大的存在 笑话 陈锋哈哈大笑 许你化身千万 掌控诸天万界 就不许我以性命就几位朋友 他深吸一口气 抽出极异夜天刀 仰天一指 今日 我便要逆天行 你若阻我 就算你是天道 我也照杀不悟 天道主宰眼中 闪过一抹森然杀意 好你个陈锋 竟敢忤逆天道 天道主宰虚止一点 指尖洞射出璀璨金光 滑破长空 足有山岳般粗壮 遮天蔽日 威势极强 陈锋 你快走 白山水几人一步未退 反而挡在陈锋身前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但 逆天行 只有死路一条 所有人都担心陈锋的安危 他们本就是死人 就算再死一次 又何妨 只要陈锋能活下去 我可未必会死 陈锋手握 极异夜天刀 不退反进 一步越过七人 冲向金色光柱 一刀斩下 匹炼刀器 撕开金色光柱 硬生生斩成两半 洞穿山壁 直接轰出一道 深入地心的大洞 容颜喷发 宛如人间炼狱 唯有陈锋踏空而立 看似渺小的身躯 直面天道主宰 毫无聚色 你的实力 早就超过了你的境界 天道主宰古锦无波的脸上 亦是浮现出些许震惊之色 陈锋的天赋太强了 竟是他 这道身外化身所见过的天才之中 竟无一人能与陈锋相提并论 这只是五成力 陈锋神秘一笑 突然 一颗黑色流星 直直撞向金色身影 本体终于到了 真正的极异液天刀翁鸣 爆发出惊人刀意 真挚形满 凝炼至极 一刀 悍然斩落 百米高的黑色刀气 宛如空中那道猙獰裂 直直斩向金色身影 哄 黑色刀气炸开 恐怖的刀意席卷万米高空 散开的力量 直接斩碎十几座大山 留下深邃沟壳 争鸣可不 这 这就是陈锋如今的实力 白山水几人全都看待了 自他们死后 究竟过了多久 发生了什么 如今的陈锋 竟能与天道抗衡 本章完 第5909章 掌面 蝼蚁 竟敢挑衅天道之威 道音掀起滚滚气浪 一圈圈扩散出去 直接震碎刀气露出完好无损的身躯 唯有一双杀意凛然的双眼 死死盯着陈锋 果然 陈锋身形连退 来到身外化身附近 仅凭我现在的力量 依旧不是天道主宰的对手 身外化身皱眉 需不需要我的力量 不用 陈锋心思电转 你护着他们 我想办法引开天道主宰 若实在不行 我们便去那个地方 身外化身 面露惊讶之色 你是说夜仙庭 陈锋点头 那里是破碎的空间 天道主宰再强 一时半会找不到那里 说着 他回头看了白山水几人一眼 他们方才恢复肉身 记忆还不完整 甚至扛不住天道主宰的气息太久 你我分头行动 身外化身重重点头 缓缓伸出手 与陈锋击掌 三足金屋发出一声提鸣 似在呼唤什么 陈锋体内 顿时响起鸾凤的嘶鸣声 鸾凤破体而出 与三足金屋纠缠在一起 化作金玉神环 六道仙魂印记 在神环上显现 爆发出惊人的仙魂气息 六魂之力 金玉神环 这还是陈锋获得金玉神环后 第一次全力施展 恐怖的力量 瞬间冲斥陈锋全身 机遇碾碎他的灵魂 乃至肉身 快要承受不住了 走 陈锋强忍剧痛 嘶吼一声 极翼夜天刀长鸣一声 亮起深邃飞光 身外化身 眉头紧皱 眼中静视担忧 无奈 必须有人留下 阻止天道主宰 否则谁也别想活 我们走 身外化身大手一挥 静气卷起狂风 将几人托起 化作一道流光 顿向远方 你逃不掉 金色身影 再次抬起手 请客间 天地色变 风云涌动 轰隆 滚滚黑云遮蔽苍天 数道惊雷轰鸣不止 而后 凝结成一只巨大的掌印 轰然落下 休想 尘风持刀而上 身后金玉神环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大咸 他嘶吼一声 凭借金玉神环的力量 引九天星辰之力 汇入体内 渺小的身躯竟迎风暴涨 三米 五米 十米 足足暴涨到二十米 方才停止 这一次 借助金玉神环六魂之力 威力比之前翻了一倍 尘风兴奋不已 但 只是说句话 都会引来一阵钻心刺痛 他已经快要维持不住 这股强大的力量了 展 尘风瞬间宣泄出全部的力量 二十米高的身躯 狠狠斩出一刀 刀气如墨 生生撕开虚空 仿佛巨兽之口 吞噬世间一切 冥神绝念刀第二十 山河面 漆黑刀光长达百米 可在巨大的掌印面前 却比不过一根指头 哄 刀光直接被掌印碾碎 无情碾压 差距太大了 尘风的身躯在不断缩小 方才那一刀 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 却连这一掌都破不掉 眼看掌印从天而降 即将落在他身上 四方天地 皆被这一掌的力量封锁 他已经逃不掉了 小家伙 白玉京的剑招 可不是这么用的 脑海中突然响起 一道古怪的声音 尘风脸色一变 这才发觉 自己的脑海之中 竟然多出了一道残魂 他之前竟然完全没有察觉 别惊讶 那团拇指大小的白色光点笑道 我与白玉京相识千年 可惜我死后 他一直没能找到我的残魂 是你用的招魂之术 借助玉龙之星的力量 让我从虚空中 来到这方世界 作为报答 我替你挡下这一劫 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尘风下意识问道 什么条件 光点诱道 带我去见白玉京 尘风脸色阴晴不定 上次见白玉京 还是在找师父的路上 偶然遇见 还不知道有没有下次 如何答应 此时 掌印已经到了尘风 头顶百米的位置 恐怖的威压 震碎山河 轰出无数裂骨 尘风坠入裂骨深处 浑身骨头 快要被碾碎一般 咔咔作响 算了 怎么说你也算我半个恩人 我不难为你 光点飞出尘风眉心 迎风暴涨 化作一名须发揭白的男子 副手而立 天道 这小子救我一命 我得还他 抱歉了 白萨男子抬手间 手中尽凭空多出一把浮尘 浮尘轻舞 黑色流光 宛如墨汁 以天为暗 地为敌 山为剑 河为刀 浮尘轻轻一甩 天地轰鸣 山河冲销 混源自在神宫 道无尘 你竟然还活着 金色身影的眼中 竟罕见露出无比震惊的表情 他正想要通知本体 却被道无尘寒笑打断 当年你派迁道分身为杀我 这才打散我的肉身 灵魂顿入虚空 流浪了这么多年 你以为 我会给你传讯的机会 金色身影 脸色骤变 果然 无论他如何尝试 这方天地仿佛被封锁一般 任何消息都传不出去 自在天地 道法自然 你的混源自在神宫 比以前更强了 金色身影竟不再抵抗 陈生 此道化身破灭 本体自会查到此地 你依旧逃不掉 道无尘轻笑 逃什么逃 等我复活 千道化身连同本体 一并诛灭 山河天地 皆如他浮尘之下的一幅画卷 随心而动 直接冲破金色掌印 洞穿金色人影的身躯 炸开漫天金光 陈锋瞬间呆了 天道主宰的化身 竟扛不住道无尘随手一击 小子 别愣了 道无尘的身影越来越淡 我的力量本就所剩无几 斩杀天道主宰的一道化身 已经彻底耗尽 见你十海一用 沉睡一段时间 可别忘了为我寻些养魂之物 他重新化作一道光点 冲进陈锋十海 就此沉睡 陈锋赶忙问道 前辈 你要沉睡多久 短则百年 长则千年 看你的表现了 道无尘的声音彻底淡去 陷入沉睡 陈锋倒抽一口冷气 这是哪来的老怪物 开口就是沉睡百年 他修炼到现在 也不过就是百多年 本章完 第五千九百一十章 准备前往天狼大千事件 陈锋深吸一口气 立刻追上化身 江月纯几人正在一座山上交集等候 见陈锋出现 纷纷上前 陈锋 你没事吧? 陈锋摇头 所幸有强者相助 已经将那道分身斩杀 这里不安全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他立刻带着众人 赶往东荒神降府 此时 翟长尊正在闭关修炼 听闻陈锋来了 破关而出 引领几人踏入正厅 翟长尊面露疑惑之色 昨日我还派人找过你 但洛宗主说 你在闭关 怎的今日主动过来了 陈锋将方才发生之事 一一道出 眼下 唯有夜仙庭才是 最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 我还想问神将 可知去往天狼大千世界的办法 翟长尊豁然皱眉 你也想找星魂 陈锋却是一愣 看到他的表情 翟长尊恍然 看来你不知道星魂 天狼大千世界突生浩劫 生灵涂炭 星魂受伤惨重 致使整个世界落寞不堪 极度衰微 甚至不如一些中千世界 不少修者闻训而去 试图炼化星魂 踏入圣王之境 以你的实力 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陈锋眯起眼 勿自深思 天道主宰化身千万 掌控无数世界 实力极强 道无尘击杀一道化身 定会引起天道主宰的注意 不过 像天道主宰这般人物 自然不会为了寻他一人 屠灭整个世界 但几位亲友刚刚复活 境界不过出入灵须地先层次 既能安顿好亲友 又能寻求突破之地 唯有天狼大千世界 我心意已决 尘封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夜仙庭即是破碎的空间 定有通往其他世界的通道 宅长尊欲言又止 突然一声长叹 罢了 告诉你也无妨 夜仙庭内 共有三万八千条虚空永道 通往临近的诸多世界 但其中大多是通往小千世界 只有一成是通往中千世界 而通往天狼大千世界的通道 只存在于传闻中 从未有人真正去过那里 他面容疑速 沉生 且不说强度虚空九死一生 若选错了路 必死无疑 你可想好了 沉风沉默了 转头看向江月纯几人 你若想好了 我们随你去便是 暗老笑容和蔼 脸上并无半分担忧之色 其他人亦是如此 我们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区区危险算什么 白山水笑道 既然那里有机缘 为何不去 我可不想拖你后腿 沉风心中一暖 郑重道 这一次 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谁也别想动你们分喉 几人笑看着陈锋 围在他身旁 支持他的决定 虽然记忆缺失不少 可他们始终相信陈锋 随我来吧 宅长尊领着几人来到神将府后院 一间被阵法封印的房间前 打开阵法后 大门洞开 里面是一面两米高的水镜 水波流转 倒映出几个人的影像 这是圣天水镜 夜神诸多质宝之一 可惜镜子缺了一脚 只能送你到邻近的小千世界 有你自己寻找夜仙庭的踪迹 陈锋看着这面水镜 微微皱起眉头 这水镜的形状 为何与自己的那面镜子 如此相像 他取出那面镜子 突然 镜子颤动 发出嗡鸣声 竟然与面前的水镜产生共鸣 镜子化作一抹白光 融入到水镜之中 水镜之上 波光溅起涟漪 圈圈扩散 一股浓郁的气息扩散 水镜不断缩小 化作巴掌模样 悬在陈锋面前 陈锋试探着伸出手 倾触水镜 顿时 一股浩瀚的意志 降临在他的脑海之中 终于有人修好这面镜子了 一道黑色的人影凭空显现 黑发如铺 披散在肩上 桀骜的目光居高临下 细细打亮陈锋 陈锋试探道 你就是夜神 不错 夜神淡笑 我只是一道残魂 本体早已生死 既然你能修复圣天水镜 便有踏入夜仙庭的资格 那里 留有我生死之前得到的一把宝刀 我这便将水镜的御用之法传给你 他抬手一指指尖射出一道黑光 宛如漆黑刀芒一般 锐气逼人 直接没入尘封眉心 顿时 掌控圣天水镜的方式浮现在脑海 四品仙气 圣天水镜 拥有穿梭周边小世界的力量 此外 还能通过水镜凝结出各种冰刃 最高能达到三品仙气之威 尘封暗暗心惊 水镜 变化万千 镜中之水 可幻化成刀枪剑戟 诸多冰刃中的一种 不仅拥有穿梭周边世界的能力 还能当作武器使用 如此神奇之物 它也是头一次剑 水镜中的力量所剩无几 只够你去往夜仙庭 若想恢复 需要仙石的力量 尘封眉头微条 仙石 乃至纯仙力凝结而成的纯粹结晶 唯有蕴含仙气的宝地 挖空百里山脉 才有可能凝结出一枚 极其稀有 去吧 夜神赞许一笑 你比我更有天赋 小小年纪 意境已然达到真挚形满层次 有水镜相助 再得那把宝刀 超越鼎盛时期的我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尘封恭敬一礼 多谢前辈 念头一动 他缓缓睁开眼 体内星辰仙力化作长河 尽数汇入圣天水镜之中 水镜迎风暴涨 在他面前打开一到两米高的门户 静止踏入 直至最后一人走进门户后 水镜不断缩小 蹲入门户之中 消失不见 宅长尊长叹一声 夜仙庭 可不止这么一个入口 东荒的入口封印多年 已经许久没人进去过了 想必 不少修者 已经盯上夜仙庭了吧 虚空涌到中 几人赶路的同时 顺带问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听尘封讲完后 众人顿时 心中都生出沧海桑田之感觉 再回首 已是百年啊 一时间 众人都是沉默下来 两久之后 方才叹息 时光荏苒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暗老微微一笑 打破这伤感气氛 欣慰笑道 你现在的境界 早就超出了我等当年 能够理解的范畴 想都不敢想 别说见到了 华如言有些好奇道 公子 你现在实力到底有多强 尘封尘银片刻 一时雨色 竟然不知道该当如何跟他们形容 片刻之后 才笑道 说个好理解的 我现在实力的话 基本上一掌打碎龙脉大路 问题不大 众人都是 倒吸一口凉气 这等实力 甚至超出他们想象的极限了 本章完 第5911章 感动我的人 尘封满不在意 我以玉龙之心 重塑你们的肉身 现在的你们 皆是灵须地先进一重 远超当年的境界 而且 玉龙之心重铸的肉身 打破了你们的天赋界限 不出十年 便可踏入金仙之境 几人不知道 金仙是何等金境界 听尘封解释后 纷纷倒抽一口冷气 现在的你 也猜灵须地先进巅峰 只需要短短十年 我们就能追上你现在的境界 江月纯越想越是心经 不是说仙人的境界 一次闭关 便要数百年之久 十年 是不是太短了? 尘封自信一笑 玉龙之心 乃数万小千世界中 才能诞生一块的无上之宝 以此物凝结肉身 你们的天赋已经超过了我 只要资源够 甚至十年都用不了 众人震惊不已 仙人之境 曾在传闻中才会出现的境界 他们不仅轻易得到 还有远胜从前的天赋 能够冲击更高的境界 若没有尘封相助 他们还是孤魂野鬼 何来今日的相聚? 一切都恍然若梦 很快 几人穿过虚空涌道 来到一片陌生的空间 深邃无边的地洞 宛如深渊巨口 吞噬着这片空间中的光亮 空中悬浮着十几座岛 大小不一 好似环形阶梯 通往最高处 那座气势辉煌的高亭 亭高百米 通体漆黑 透出浓郁的沙发之气 隐约可见 一道伟岸的身影 悬浮在夜仙亭上空 盘膝而坐 腿上放着一把火红色的长刀 比人还高 长达两米 刀身上遍布火焰纹路 玄傲古朴 只是看一眼 便能感受到刀身中 宛如火焰般炙烈的刀意 这就是夜神说的那把刀 尘封面露惊讶之色 距离太远 刀中散发出的刀意 不过十之一二 即便这十之一二 也比他的吉异夜天刀更强 大哥 有人来了 突然 远处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 两个长相相似的修者 踏空而来 哥哥个子很高 身材壮硕如牛 肌肉高高隆起 弟弟眼睛小 个子矮 有些贼眉鼠眼的 哥哥打亮尘封几人 见几人都是灵虚帝仙境姐 愣了一下 这里的虚空乱流 不是只有金线才能扛得住吗 你们几个灵虚帝仙境 是怎么进来的 弟弟心面一动 兴奋到 他们身上肯定有横度虚空的质宝 杀了他 把质宝抢过来 说不定能卖一枚鲜石的价格 鲜石 陈锋眼前一亮 鲜石只有中千世界才有 且数量极少 一颗鲜石中蕴含的仙力 足够一名出入灵虚帝仙境的修者 突破一层小境界 十分珍贵 陈锋好奇道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弟弟却是一声灭笑 关你屁事 赶紧交出质宝 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 陈锋玩味一笑 我若说不呢 弟弟脸色瞬间一沉 冷哼 找死 他立即催动星辰仙力 身上蒙上一层淡淡金光 仙人惊躯 此人 乃是金仙二重境界的强者 这 这就是金仙吗 白山水几人皆被金仙的气息压制 动弹不得 弟弟哈哈大笑 一群废物 连金仙都没见过 莫非是从某个小千世界来的土包子 他不断抬升气息 狠狠碾向众人 陈锋眼神一冷 几位亲友 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复活的 感动他们 找死 陈锋体内冲出一道龙影 挡在几人身前 真龙悬身大神通树稍加运转 身上便升起一股强横的气息 直接将弟弟的气息反压回去 什么 弟弟被气息压制 不敢置信地盯着身外化身 无论气息还是容貌 都与你极为神似 难道 这是身外化身 此言一出 兄弟两人眼中 尽是贪婪之色 能凝结身外化身的秘书 即便放在中千世界 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尤其是像陈锋这种 似乎不用操控便可自由行动 更是万中无一 陈锋吃笑 想要 尽管来抢 但代价是你们的命 弟弟不屑大笑 区区灵须地先进巅峰 敢跟金仙叫板 他一步踏出 仙人惊躯的力量震动虚空 身形如电闪一般 瞬间冲到陈锋面前 一拳轰出 陈锋同样抬起拳头 一拳轰出 碰 拳头撞在一起 星辰仙利是如红流 狠狠将弟弟轰飞出去 杨辰 哥哥惊呼一声 赶忙接住杨辰 扑 杨辰喷出一口血 陈锋拳中的星辰仙利 直接搅碎了他的手臂 冲敬丹田 五脏六腑皆被震伤 哥 这小子不简单 杨辰看向陈锋时 眼中再无半分轻蔑之意 唯有忌惮 哥哥杨涛目光一领 冷喝 敢伤我弟弟 管你什么来头 我必杀你 杨涛大喝一声 一道百米高的老虎仙魂 骤然显现 通体白色 还有些许黑毛 组成一幅玄傲的图案 气息深邃雄厚 无比害人 仙魂 白山水几人 死死盯着杨涛的仙魂 依靠玉龙之心 几人 从复活起便是灵须地先境界 却并未觉醒仙魂 如今见到真正的仙魂 惊骇不已 杨涛冷笑森然 任你实力再强 也扛不住 我拥有二魂之力的奔雷雪虎仙魂 奔雷雪虎发出一声怒吼 身上的黑色毛发根根立起 爆出细密的黑色雷电 飞速跳动 最后 汇聚在嘴巴的位置 喷涌而出 死 雷光如注 灌破长空 射向陈锋眉心 陈锋依旧风轻云淡 心念一动 一只蓝色鸾凤破体而出 枪 鸾凤提名 响彻整片空间 杨信兄弟皆是一惊 呆呆地看着鸾凤 灵雨未蓝 似有水波流转 张开双意识 竟有百米长 更恐怖的是 鸾凤的气息 三魂之力强大的威压 直接将黑色雷霆隔空震爆 这不可能 杨涛惊骇不已 你不过灵须地先进巅峰 怎会拥有这么强的仙魂 还有身外化身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怕了 陈锋展现出的天赋 令他感到恐惧 莫非 他是某位中千世界强者的首席大弟子 若真如此 他可招惹不起 本章完 第5912章 夜神 然而 杨晨却眼神毒辣 心中意狠 这小子本体实力这么强 化身肯定很弱 只要偷袭化身 擒中那几个废物 他只能束手就擒 心念至此 杨涛深如离弦之箭 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直扑身外化身而去 死 杨涛一声大喝 万千雷动 细密的雷霆 狠狠轰击在身外化身之上 轰咙咙 雷鸣声响彻夜先停 慢慢雷光中 白山水几人被余波震退 赶忙看向身外化身 只见跃动的雷弧内部 探出一双闪烁着金光的手掌 用力一扯 狠狠撕碎雷霆 你很聪明 知道我这具化身实力 不如本体 可惜 你连我这具化身都伤不到 身外化身笑看着杨涛 身上金光流转 隐隐凝结成巨龙模样 身龙悬身大神通朔 杨涛大惊 我全力一击 竟然伤不到你分毫 这下 杨姓兄弟彻底绝望了 身外化身一动 身弱流光 一拳轰出 另一边 陈锋一刀斩出 只是眨眼之间 兄弟两人双双隐命 陈锋取下两人戒指 打开一看 里面大多是修炼资源 还有些许法器 唯有一颗龙眼大小 乳白色的半透明金石 散发出浓郁仙气 这就是仙石 陈锋将仙石握在手中 浓郁仙气涌入体内 由便全身经脉汇聚到丹田 仅仅运转一个周天 便能感受到自身的力量 再不断变强 若能完全炼化 甚至能突破金仙境界 仙石 乃吸收天地精华 孕育万年而生 最适合修炼 寻常修者突破金仙境界 只需一枚仙石便能做到 若非我早已达到灵虚地仙境巅峰 仅靠这一枚仙石 未必能突破 陈锋喃喃自语 他突破境界所需的力量 是寻常修者的数倍 眼下只有一枚仙石 让本体还是化身突破 他还没想好 你先突破 身外化身突然开口 真龙悬身大神通树很是悬傲 我还没能彻底领悟 但你的刀意 已经达到真挚形满层次 突破金仙后 威力会成倍增长 而且 大天狼星危机四伏 仅是出入金仙 未必能站稳脚跟 陈锋点头 金仙 不过诸多大千世界中 随处可见的修者 仅凭这点实力还不够看 他不再犹豫 立即炼化仙石中的力量 滔滔仙力汇入体内 气息飞速攀升 仙人京驱亮起璀璨金光 光滑胜过浩月 直逼烈阳 气息至顶 直接打破智骨 突破金仙境界 轰隆 天地之间 突然阴云密布 雷鸣响彻 璀璨的金色雷霆 隐藏在黑云之中 吞吐不休 这就是金仙节 暗老震惊不已 陈锋已经为几人讲过 仙人境界的划分 以及各种雷劫 境界突破时产生的劫难 金仙节 唯有突破金仙之人 肉身历劫 成就仙人京驱 方可正式踏入金仙境界 陈锋仰头看向雷云 微微皱眉 这次的金仙节 怎么比之前的肉身节还弱? 上次 他修炼真龙玄身大神通术 因功法太强引来肉身节 此次的金仙节 甚至比肉身节还弱了几分 莫非只是寻常的金仙节? 陈锋来不及多想 黑云中便降下手臂般粗细的雷霆 轰隆 狠狠轰击在他身上 雷光炸开 化作细密电弧环绕全身 陈锋却是毫无感觉 金雷的力量甚至伤不到他分毫 心面一动 金雷便被他强行吸收 尽数炼化 以他为中心 周围的力量汇聚成一个漩涡 疯狂吞噬金仙节的雷光 短短数息 漫天雷光便被陈锋吞噬殆尽 黑云散去 陈锋踏空而立 全身上下金光流转 肩不可摧 完整的仙人金驱 感受到这股力量时 陈锋恍然大悟 原来 我的仙人 金驱趋近圆满 就差最后 这道雷劫的力量 难怪我会觉得这雷劫这么弱 这道雷劫 不过是寻常修者 踏入金仙境界 要经历的劫难 可陈锋的实力 远超同境界修者 面对这种寻常的劫难 自然会觉得弱 嗡 突然 夜仙亭处 传来一声清脆嗡鸣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那尊人像手中的长刀 竟缓缓升空 刀身之上 斑斑袖迹碎裂 脱落 露出火红色的刀身 与空中 那道虚影融为一体 展开惊人刀意 唯暗人影突然睁开眼 眼中似有无穷神光 却黑如深渊 诡诀难测 无名夜神 东荒之人 射夜仙庭于此 是为东荒众人 去往万千世界 切磋技法 提升修为 如今 东荒落寞 夜仙庭无人 无仅剩一缕残魂 镇守于此 只为守住这方空间 守住这把刀 夜神目光一转 落在尘封身上 你身上有我的气息 想必你早已见过 我的其他残魂 拔出这把刀 封印这方空间中的永道 便可断绝 其他世界的强者 入侵此地 尘封愣了一下 仔细一看 这才明白 原来 夜神残魂依附在刀中 借这把刀的力量 镇住整个空间 外来者无法通过永道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但 残魂中有历劫之时 尘封拔出这把刀 便能击碎这方空间 回去所有通道 外界进不来 里面也出不去 且慢 尘封皱眉 我要去天狼大千世界 若击碎这方空间 该怎么过去 夜神淡淡道 拔出这把刀 你自会找到 去往天狼大千世界的路 至于该怎么回来 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尘封眉头皱得更紧 去得了 回去回不来 万一被困在天狼大千世界 四世看出尘封心事 夜神沉生 此刀名为名言 由天地融火 与幽冥之气淬炼而成 拥有斩破空间的力量 与圣天水晶配合 可强行打开一条永道 穿梭各方世界 只要能掌控这把刀的力量 诸天万剑 随你穿行 尘封恍然 看向明言刀 刀身通红 宛如刚刚从火炉中取出的炙铁 温度极高 整个空间都被这股热气烤得扭曲 波动不休 尘封深吸一口气 一步步走向明言刀 握住刀柄 本章完 第5913章 天狼大千事件 是 恐怖的温度 竟将他的手掌烧烂 痛彻心扉 尘封眉头一皱 全力运转力量 镇压明言刀中的力量 明言刀嗡鸣 不满尘封的镇压 疯狂反抗 刀身中涌出黑红色的火焰 瞬间充斥整个空间 仿佛化作火海炼狱 身外化身脸色骤变 立即催动真龙玄身大神通树 护住众人 但 他还是低估了明言的力量 黑红色火焰触碰到身躯的瞬间 直接将他的身体烧得通红 就算在身外化身的保护下 众人只觉坠入火炉一般 快要被烧化了 尘封眉头一拧 挤出盛天水晶 水晶化作滔滔大江 裹住明言刀 而后催动仙魂的力量 与身外化身一起 凝结成完全体的金语神环 镇压明言刀 嗡 神环一压再压 明言刀嗡名不止 神环与长刀的碰撞 激起无穷气浪 整个空间随之震荡 且 尘封大喝一声 爆发出全部力量 直接将明言刀拔出 高举过头顶 嗡 刀鸣骤起 响彻整片空间 滔滔明言 汇聚到尘封身旁 如鱿鱼般温顺 缓缓旋转着 尘封身形一个量枪 消耗了太多的力量 差点昏过去 明言刀中 传出一股诡异的气息 与他的灵魂连接在一起 竟让他生出一种 与明言刀性命相连的感觉 难道 这是本命仙气? 尘封后知后觉 本命仙气 是极少数拥有特殊能力的仙气 一旦被人得到 会用自身的力量 考验持有者 唯有被仙气认可后 才会缔结本命灵印 与持有者生死与共 而明言刀的特殊能力 便是斩破虚空 除去穿梭周边世界外 还能用这种力量 轻松破开一些阵法 与护体仙气 杀伤力极强! 接着 刀身中涌出一连串的记忆 尘封渐渐知晓 这方空间中隐藏的永道都是通往何处? 而头顶上 那处巨大的黑色漩涡 正是通往天狼大千世界的通道 明言刀被你所得 无心愿意了 切记 得此刀者 务必守护这方事件 夜神残魂自刀中升起 渐渐散去 尘封拱手 前辈放心 我定会替你守护这方事件 夜神欣慰一笑 身形彻底消散 尘封轻抚明言刀 感受着刀身的力量 突然一刀斩出 黑红色刀光冲天起 没入黑色涌道内部 涌道大开 宛如深渊巨口 传出恐怖的吞噬之力 众人皆被这股力量吸住 不受控制地飞向涌道 很快便被涌道吞噬 消失不见 尘封则是再出一刀 匹炼刀光斩过空间各处 所有隐藏的虚空涌道 皆被他一刀斩碎 彻底断绝 做完这一切 他才看向头顶即将闭合的涌道 赶在最后冲了进去 天狼大千世界 寒风萧瑟 万物死寂 荒凉 诡秘 种种令人毛骨悚人的气息 混杂在一起 天狼大千世界 本是诸多大千世界中名列前茅的存在 随着星魂血风受窗 整个世界的秩序也随之崩塌 大不如前 但 即便是这般境地 世界中涌动的力量 虽不及大千世界那般恐怖 亦是远胜中千世界数倍 风沙之中 一行数人迎风而行 正是尘封几人 他们已经走了七日 却还没走出这片沙漠 所过之处 皆是一片荒芜 一片死寂 即便是空气中的灵气也淡泊到极点 几乎彻底消散 这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感觉整个世界都要枯死了一般 江月纯类的胸口不断起伏 此地没有灵气 环境还极其恶劣 需要不断消耗他们的力量 只有消耗 却无法补充 尘封扛得住 可他们扛不住 先休息一下吧 尘封提议众人休息一个时辰 留身外化身于此 尘封独自一人在附近走动 周围的一切 还是灰蒙蒙的 被黄沙遮蔽 什么也看不清 整整七日 别说人影 连个活物都没见到 如此荒凉的世界 真的是大千世界吗 突然 尘封感知到一缕细微的气息 转头大喝 什么人 黄沙之下 突然钻出一名矮个子修者 别 别紧张 我只是路过这 矮个子修者赶忙解释 又掏出一块令牌 令牌为赤色 生满秀记 只有一个难以辨认的白字 尘封不解 这是什么 矮个子修者疑惑到 白地令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莫非 你是刚来这个世界的修者 尘封点头 我名尘封 七日前才到这里 矮个子修者松了口气 我叫周寻 寻物的寻 是白地城里负责搜寻药草 做跑腿生意的 听说这片沙漠里 长着一棵沙穹树 接触的沙穹果 可是治愈灵魂创伤的良药 这才过来探探路 尘封眉头一挑 道无尘灵魂受窗 尚在沉睡 沙穹果 有治愈灵魂创伤的功效 它正好需要 我对此物有些兴趣 不如一起 周寻面露难色 我这是接了别人的任务 说好了 要给它找六颗沙穹果 一起也不是不行 如果比六颗多 你分我些仙石 沙穹果归你 如何 尘封微微皱眉 仙石它本来有一眉 却在突破惊鲜境界实用了 现在的它 可以说是身无分文 这样 若比六颗多 我只要一颗 其它都归你 如何 周寻心念一动 两久之后 才点头 成交 陈锋带着周寻回去 通过周寻了解了不少消息 这里是天狼大千世界边陲 十万仙山外围 曾经的十万仙山 宗门灵力 强者无数 可那场浩劫过后 只剩下一些侥幸存活的修者 白帝城便是十万仙山中唯一一座城池 所有信存的修者都在白帝城重新建立起秩序 其中 以白帝令为身份象征 根据彩虹的七种颜色 划分等级 持有最低级的赤色令牌 才能进白帝城 讨县谋生的差事 周寻便是其中一员 陈锋又问 那除了十方仙山 还有什么地方 他要找雪峰的下落 自然要了解整个大千世界的版图 本章完 第5914章 妖族 周寻摇了摇头 我也不是这方世界的人 对此不是很了解 倒是在客栈喝酒时 听几位大人提及过金灭海和万魔窟两个地方 似乎都是绝地 入之必死 凭我们的本事 还是别打那种地方的主意了 陈锋微微皱起眉头 金灭海 万魔窟 大千世界比中千世界 少说大了万倍 可远不止这点地方 不过 想要得知整个世界的全貌 还得想办法进白帝城才行 白帝城怎么去? 陈锋开门见山 周寻抬手指向远方 穿过妖族的领地便可看见白帝城 不过 那些妖族 似乎与城中修折有过节 不太好说话 绕路的话 至少要两个月 陈锋微微皱眉 转头看向众人 以暗老为首 江月纯 韩月儿几人 难以抵挡这方世界的力量 因复生不久 自身力量还无法完全掌握 被这里的力量侵蝕太久 会有生命危险 没那么多时间了 陈锋沉声 走近路 穿过妖族领地 周寻面露惊讶之色 本来还想劝几句 可陈锋心意已觉 已然动身 只好叹了口气 默默跟上去 三日后 漫漫黄沙之中 可见几座沙堡拔地而起 以妖族浓郁的妖园之力 稳固黄沙 临时建立起的沙中堡垒 受到强横的气息传来 陈锋稍加感知 便确定了整个沙堡中的强者人数 金仙四重一人 金仙三重六人 金仙二重二十四人 其他一百多人都是金仙一重 周寻惊讶道 你怎么知道有多少人? 陈锋淡笑 凭感知 周寻更加惊讶 这里的沙尘不仅能遮蔽视线 还能压制感知 在这般压制下 陈锋还能精准说出妖族强者的数量 不简单啊 陈锋 你想怎么做? 暗老微微眯起眼 纵然你实力强横 但对方人数太多 一旦打起来 我们几个帮不上你 甚至可能拖累你 白山水几人意识点头 无奈叹息 在这陌生的世界中 他们只能依靠陈锋 成了他的脱油瓶 几只小妖罢了 不足为惧 走 去挥挥他们 陈锋带领众人 向沙宝走去 临近千米时 竖道气息飞速靠近 是两条五十米长的黑铃巨蟒 在沙地上扭动着身子 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众人面前 昂起头 吐着杏子 发出嘶嘶的声音 气息不断声腾 妖族领地 人族止步 擅闯者 沙无赦 沉风淡淡道 我们要去白地城 正巧路过这里 劳烦借个道 其中一只黑铃巨蟒抬高脑袋 身子如小山一般高 俯瞰沉风 你不是人族吗 为何听不懂人话 此地为我妖族领地 凡善入者 死 沉风轻叹 那就是没得谈了 黑铃巨蟒冷喝 我看你是找死 他张开血盆大口 静止咬向沉风喉咙 看似寻常的动作 却有恐怖的惊仙之力运转全身 而后汇聚在嘴部 一旦被他的牙齿咬住 即便是惊仙进一虫的肉身 也要被瞬间咬碎 沉风目光一领 抬手之间一抹火光炸现 鸣言刀出 鸣言滚滚 长刀横空一斩 划出一道火红色刀痕 险些将虚空斩出一道裂痕 吃吃吃 巨蟒的嘴直接被烈火烧穿 连同整个脑袋被烧得一片焦糊 发出刺耳的惨叫声 疯狂扭动身子掀起一片黄沙 大哥 弟弟怒吼一声 即刻扑身而来 眼中沙翼飞速暴涨 催动全部的力量 又要与陈锋拼死一战 别白费力气了 你们连手也伤不到我 陈锋气息暴涨 宛如一座巍峨山岳 瞬间将兄弟俩震住 我说过我们只是路过 方才出手只是给他个教训 若你们执意找死 那我成全你们 弟弟死死盯着陈锋 又看向哥哥 哥哥的伤势恢复得很快 脑袋恢复了七成 还有不少火焰灼烧的痕迹 是我鲁莽了 哥哥主动低头认错 余光帖向陈锋时满是惧色 他怕了 方才那一刀绝非陈锋的权利 无论是陈锋后来绽放的气息 还是他手中那把刀 都能轻易杀他千百次 陈锋收起鸣烟刀 问道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从这里过去 哥哥沉阴片刻 才道 此乃妖族领地 为十方仙山四大妖尊之一 神雷妖尊镇守 妖族最看重领地 绝不容许他人随意踏足 除非战胜神雷妖尊 陈锋眉头微皱 又问 神雷妖尊是什么境界 哥哥沉阵 神雷妖尊 金仙境六重 果然 陈锋眉头皱更紧 他方才突破金仙境界 尚未历经劫难 不过金仙境一重的实力 面对金仙境六重的强者 毫无胜算 陈锋思虑良久 突然想到什么 我有一本功法 可化身神龙 神雷妖尊可感兴趣 兄弟俩顿时愣住了 化身神龙 是何等功法 竟有这般玄傲之处 神龙在妖族高等级存在中 也是无上强者 见他们感兴趣 陈锋笑了笑 带我去见神雷妖尊 兄弟俩相识一眼 这才带着他们前往沙堡 沙堡处 几十名金仙境一重的妖族 在外寻守 兄弟俩似乎颇有身份 一路上见到的妖兽 都恭敬让路 从不多问 很快 几人来到沙堡中心区域 一名诸头人身的怪人拦住几人去路 身上净是杀意 狂山 狂川 你们竟敢带人族进来 兄弟俩赶忙解释 吐鲁大人 这几人路过此地 想要借个道 他说有化龙秘法 想要献给妖尊大人 我们这才带他进来 吐鲁眉头一挑 化龙秘法 他看向陈锋 气势骤起 质问 你可知欺骗我的下场 陈锋也不废话 直接催动真龙悬身大神通述 好 一声嘹亮龙吟 骤然响起 身上金光亮起 凝结成细密鳞片 头生双脚 身后长出尾巴 虽是金光所化的虚像 却也有几分龙的威严 现在可信了 吐鲁惊讶地看着陈锋 甚至忘了回应 是谁 胆敢在本尊的领地放肆 一声怒喝响起 请客之间 风雷大作 怒雷轰鸣 本章完 第5915章 给脸不要脸 一道紫色狂雷滑破长空 闪现出一道壮硕的人影 白米高 全身遍布紫色鳞片 细密的电弧于鳞片上跳动 噼啪作响 正是妖族领地的首领 神雷妖尊 参见妖尊大人 众妖跪地 沉浮在妖尊的强大力量之下 暗老几人 更是直接被这股力量镇压在地上 毫无抵抗之力 唯有陈锋一人 双膝弯曲 躬身如虾 眼看快要顶不住这股威压 妖间的明延刀 却亮起火红色的光滑 配上陈锋体内的翻腾的力量 堪堪顶住这股威压 人族陈锋 途经妖族领地 以化身天龙的秘书 换取过路的资格 还望妖尊成全 化身天龙的秘书 神雷妖尊微微眯起眼 似乎有些兴趣 此时 身外化身 走到陈锋身旁 身躯一阵 金光亮起 凝结成细腻的金色鳞片 头上与身后 同时浮现龙脚与龙尾 淡淡龙微散开 引得一众妖族强者惊呼 竟是以气血之力 凝化天龙之躯的秘法 妖尊大人 虽已褪去娇身 化为真龙 却数年未有静静 若能得此秘书 定能打破瓶颈 再做突破 所有妖族强者 都看向神雷妖尊 神雷妖尊陈生 秘书不错 但三日之前 本尊曾说过 凡人族强者 若突进此地 必须战胜妖族三位战将 若你败了 自行绕道 若是胜了 本尊不仅可以放行 还愿以至宝 换你手中秘书 尘封微微挑眉 本以为妖族与人族有怨 想要经过此地 并非易事 但现在看来 神雷妖尊 并非瞒不讲理之人 江月纯带着几分担忧道 但问妖尊 族中 战将是何境谨 神雷妖尊 微微侧目 一众妖族强者中 走出四人 气息展开 搅动黄沙百里 境界是金仙境四重强者 念你年纪尚浅 只需战胜其中两人 便放你离去 神雷妖尊 再次放低妖球 陈锋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显然 神雷妖尊 对真龙玄身大神通术 颇有兴趣 那倒不必了 陈锋竟出乎意料地拒绝了 即使定下的规矩 那便一起出手 妖族强者皆是一惊 他竟然要以一敌四 若我没看错 他方才突破金仙境界 以他金仙境一重的实力 挑战四位金仙境四重 必输无疑 众人都觉得陈锋太过自傲 丝毫不把四位战将放在眼里 这可是你说的 神雷妖尊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这小子 未免有些给脸不要脸了 四名战将身形一闪 瞬间将陈锋包围 恐怖的气息瞬间升起 化作囚龙将陈锋困在其中 你们退开线 陈锋提醒白山水几人 几人虽担心 但陈锋竟然敢答应 自然有他的打算 见几人退远后 陈锋缓缓抽出鸣烟刀 瞬间 明言雄然 烧得虚空扭曲 本命仙气 神雷妖尊忍不住惊呼 惊仙境一重 却能激发出三品神器的威力 你是何人 为何会有本命仙气 本命仙气 乃上古遗留之物 锻造之法 早已失传 不同于寻常仙气 有固定的品级 本命仙气并无品级 会吸收主人的力量 不断提升威力 如今 这把明言刀 堪比三品仙气 只因为陈锋的实力 远超铜镜修者 才能让明言刀 发挥出更强的威力 陈锋淡淡道 其他中千世界而来的修者罢了 四位 得罪了 画音刚落 他一步踏出 画成一抹流光 瞬间冲出 不过眨眼之间 闪现到其中一名战将面前 一刀斩出 滚滚 明言在空中划出刀痕 似要撕开天地一般 那名战将脸色骤变 这一刀 竟有斩杀金仙境四重的威力 他立刻收起轻视之心 怒吼一声 身形飞速暴涨 寝客间 化作一只三十米高的巨猿 怒拳砸在明言刀上 轰 轰鸣声炸响 明言爆开 直接将巨猿的双手 烧得一片焦糊 巨猿痛呼一声 连连倒退 围观之人进阶惊呼 一刀重伤巨猿战将 这小子 好恐怖的实力 此时 余下三位战将动了 同时化为腰身 一狼一熊一虎 皆有三十米高 一同扑向陈锋 而此时 陈锋刚斩出一刀 背对着三位战将 毫无防备 小心! 亲友担心至极 纷纷高呼提醒 陈锋却一动不动 反而是身外化身 化作一抹金光 瞬间冲到三位战将身前 悬身化龙 身形瞬间暴涨到十米 以金龙之姿 硬抗三位战将一击 倒退数十米 黄沙滚滚 遮盖了身外化身的踪迹 一众妖族纷纷猜测 三位战将同时出手 就算是化龙秘书 也扛不住 可惜了这么好的身外化身 然而 有几位妖族强者发现 四名战将 竟警惕地盯着燕尘 丝毫不敢大意 莫非 轰 惊人气机绽放 卷起飓风 瞬间震散烟尘 身外化身暴露在众人视线中 精灵破损大半 胸前多处三道血痕 却只是刚刚划破血肉罢了 气息非但没有丝毫减弱 反而越来越强 好强的肉身 四位战将一口同声 神雷妖尊更是赞许到 本体用刀化身成龙 攻防一体 更有跨越三重小境界的战力 着实不凡 他看向四位战将 淡淡道 不必打了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战将们也意识到这一点 看向陈锋的眼神中 满是敬佩之色 妖族最敬重强者 陈锋实力之强 即便和四人之力 也不是对手 而且 他们早已察觉 陈锋并未使出权力 而是有所保留 承让了 陈锋收起明年刀 随手丢出一枚丹药 让化身伏下 原本受损的身躯 在缓慢愈合 不过三溪便恢复如初 神雷妖尊笑道 像你这般天赋的人族强者 还如此年轻 本尊也是头一次见 按照约定 本尊放你们离去 至于化龙秘书 你开个架吧 陈锋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宝物就算了 就当欠我个人情 如何 神雷妖尊愣了一下 顿时看穿陈锋的想法 本章完 第5916章 任务 本尊身为妖族 绝不会做背叛妖族之事 有何条件直说便是 陈锋笑着摇了摇头 妖尊莫不是误会了 我与好友出来此地 人生地不熟 若是遇到无法抗衡的强者 还请妖尊出手相助 以这秘书的价值 换妖尊出手三次 如何 神雷妖尊微微眯起眼 沉音片刻后 这才点头 好 本尊答应你 陈锋爽快交出真龙悬身大神通述 神雷妖尊看了许久 突然露出恍然之色 原来如此 困扰本尊多年的难题 总算解决了 他笑看着陈锋 抬手间以妖力凝结出一枚妖丹 此乃妖神珠 内涵本尊一缕灵魂 只要你将力量注入其中 本尊便有所感知 可撕裂虚空前去助你 陈锋收下 拱手到了声泄后 便带着众人 向白帝城的方向进发 路上 周寻一脸崇拜道 兄台 你的天赋也太强了 不知你从何处而来 为何来这天狼大千事件 尘封淡笑 历练 提升实力 还有便是 为我这几位好友 寻一处妻身之所 关于血风之事 他不方便透露 周寻恍然点头 那这白帝城 倒是不错的地方 城主白帝为人和善 创立白帝城 也是为了给流离失所的武者 一处欺身之地 不过 兄台天赋虽强 但境界还是差了些 想在白帝城欺身 怕是没那么容易 陈锋笑了笑 他自然知道 以他现在的境界 在这大千世界中闯荡 还远远不够 但天狼大千世界的心魂 遭受重创 导致这方世界 若于大千世界 却强于中千世界 正是绝佳的历练之所 周兄 可否与我讲讲城中的情况 周寻点头 娓娓道来 白帝城中 共有五大势力 分别是天镇盟 圣丹堂 城主府 新月商会 以及武神宗 武神宗是本土势力 向来中立 实力仅次于最强的城主府 而其他三大势力 乃是由镇术师 炼丹师 以及商骨自发组建 虽有些冲突 倒也算得上中立 需要注意的 也只有城中实力雄厚的家族罢了 陈锋点头 暗暗记下周寻的话 三日后 几人终于走出沙漠 眼前是连绵不绝的山脉 零次至比 群山正中 是一座宏伟大城 纵使相隔百里 亦有极大的规模 可见白帝城之雄伟 我们快到了 周寻叹了口气 沙穷果没找到 这笔买卖看来做不成了 我先去交任务 你们到城里先四处走走 熟悉下情况 他正要走 却被尘锋拦住 我随你一起去吧 你对城中情况比较了解 你带我们寻个住处 我助你完成其他任务 如何?周寻眉头一挑 那感情好 以你的实力 能帮我完成不少之前完不成的任务 合作愉快 两人击掌为室 一同来到白帝城门口 靠近时 众人才真正见识到 白帝城的雄伟之处 纯白的城墙宛如白玉所住 高达千米 巨大的城门处来往修者络绎不绝 城中更是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在周寻的带领下 几人来到城中央一处极高的阁楼 阁楼上的台扁刻着两个大字 星月 这里就是星月商会的总部了 周寻笑着介绍 随时商会也会发布一些任务 什么样的都有 我就经常在这接任务 可惜实力不够 只能接最低级的 说话间 他带着众人来到南门 看门的老者一见周寻 露出和善的笑容道 周寻 这次回来得这么早 可有收获 周寻苦笑 严老 实在是抱歉 沙漠里风沙太大 力量过于强横 别说找到沙穷果 连半点消息都没有 严老叹了口气 这个任务已经挂了三个月 有几十个人接 却没人能完成 罢了 就这么挂着去吧 他转身走向身后高台 倾触身旁石碑 身前升起一片大幕 大幕上是各种各样的任务 分为低中高三等 还有一个很小的区域 写着顶级二字 眼下并无任务 不过 陈锋注意到大幕的右上角 是一处红色的区域 并无等级标识 也没有一个任务 很是古怪 突然 严老 似乎察觉到什么 取出一枚传音御符 老爷 有紧急任务 会长的女儿遭遇袭击 被一名阵数强者困住 商会强者都在护送宝物 无暇分身 你立刻发布紧急任务 找一位阵数强者出手 务必移住箱之内赶去救人 御符中的声音很是焦急 还有嘈杂的打斗声响起 严老脸色骤变 秦小姐不是有会长留下的宝物 怎会被人困住 她从御符中抽取一段记忆 看完之后 眉头拧成穿字 严老 秦小姐怎么样 周寻下意识问了一句 严老沉生 劫杀秦小姐的人是一位阵数宗师 以封仙阵将秦小姐困住 任何宝物都无法发挥威力 小姐的护卫都在拼死抵抗 但敌人来势汹汹 怕是撑不了多久 周寻意识皱眉 封仙阵 那不是仙品阵法 能封印无品之下 任何仙气的力量 是仙品二级阵法中最强的困阵 若想破阵 要么实力强过不阵者 要么阵数更强 或者 本命仙气 提及本命仙气 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陈锋 周寻惊呼 你有本命仙气 不受阵法压制 眼下任务发布 就算找人过去 也未必来得及 不如你去 陈锋愣了一下 不行 严老摇了摇头 对方最强者 乃是金仙境五重 就算他有本命仙气 也不是对手 我这就发布任务 希望能赶得上 他以一指为笔 立即发布紧急任务 更是取出一只纸鹤 注入仙力后 准备将消息散布出去 但 纸鹤腾空的瞬间 却有一道银色流光 瞬间将纸鹤击散 不好 有人埋伏 严老惊呼一声 立即催动阵法 将整个房间护主 周寻道抽一口冷气 敢在城中动手 怕不是商会的仇敌 本章完 第5917章 此时突破金仙劫 这次的劫杀 肯定早有预谋 严老点头 脸色越发阴沉 埋伏之人的实力 应该在金仙境五重 眼下消息传不出去 肯定是他们在拖延时间 这可如何是好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从散布消息到派人营救 根本来不及 更何况 还有一名隐藏在暗处的强者盯着他们 贸然行动 必死无疑 我去吧 尘封突然开口 我与身外化身分头行动 吸引那人的注意力 趁此机会 严老将消息传出去 我会尽可能拖延时间 等强者赶到 救下秦小姐 虽有神雷妖尊的妖神珠 可轻松化解星月商会的危机 但 只有三次机会 不可贸然动用 眼下这能这么办了 严老陈生 你小心险 只要出了城 山脉纵横 那人未必追得上你 一定要救下秦小姐 事成之后 会长定有重险 陈锋点头 将几位好友托付给周巡后 瞬间冲出阵法 就在他出去的瞬间 两道银色流光破空而来 速度之快 竟是转瞬间飞到面前 好快 陈锋立即放缓速度 身外化身越过 催动真龙悬身大神通树 以身化龙 凝结全身龙铃 硬抗两道银色流光 咔嚓 龙铃破损 身外化身 直接被流光洞穿 身上多出两个血洞 陈锋趁机爆发出全力 一脚踏碎砖时 瞬间冲上高空 消失不见 混账 暗处 手持亮银长弓的蒙面修者 怒骂一声 他手中的长弓 乃是一把三瓶仙气 速度快 穿透力强 可陈锋的身外化身 肉身无比坚硬 即便被箭矢洞穿 也无妨 何况 本体才是他最强的力量 若是让他将消息传出去 大人那边就麻烦了 蒙面修者 也顾不上阎老那边 立刻去追陈锋 然而 就在他动身的瞬间 却有一道金光蓝在他面前 正是身外化身 一拳轰出 猛击蒙面修者面门 该死 蒙面修者怒骂一声 那小子看着年轻 却有凝结身外化身这般玄傲的秘法 就算身外化身实力很弱 他可以轻松解决 但他却无暇阻拦陈锋 只能看着他逃走 他拉满弓弦 刹那间射出三道箭矢 直刺身外化身心口 然而 身外化身突然偏转身形 一改充饰 转头就跑 什么 蒙面修者愣了一瞬 只见身外化身与陈锋 竟一同向城外奔袭 那个方向 正是大人生情秦小姐的方向 不对 这小子不是传信 而是去救秦宇宁 蒙面修者猛然转头 正好看到一只纸鹤 消失在视线尽头 上当了 蒙面修者大怒 原来 那小子是敢去救秦宇宁 同时吸引他的注意力 好让消息传出去 竟然被这小子耍得团团转 可他怒归怒 却并未追击 陈锋的速度很快 他就算现在追也来不及了 这一切都是身外化身的功劳 若非身外化身修炼秘术 肉身坚硬 可硬抗他的见识 并且拖延时间 陈锋岂能轻易溜走 换作寻常舞者 怕是早就死在他的见识之下了 蒙面修者取出一枚传音玉符 犹豫一瞬 才道 大人 行动失败了 紧急任务发布 还有个小子敢去救人了 废物 玉符中传来怒骂声 连个人都看不住 要你何用 蒙面修者被骂得面红耳赤 大人息怒 去营救秦宇宁的人 只是惊鲜尽一重 什么 玉符中传出一声惊呼后 再无动静 山中某处 开阔平原上 一方赤色大阵锁住几十人的商队 一名妙龄女子坐在车脸中 担忧地看着车外 几十名修者正在与截杀之人交战 成溃败之事显然撑不了多久了 空中 一名白袍男子掌控大阵 而他身旁 还有一名黑衣男子 愤怒地捏碎手中传音玉符 金仙境一重都拦不住 真是废物中的废物 花费这么多资源培养的暗卫 还不如养一只畜生 白袍男子微微皱眉 九成 发生了何事 杨九成怒不可遏 暗插在城中的暗卫 竟被一个金仙境一重的小子耍得团团转 如今那小子正在往这里赶 等他来了 我必杀他 白袍男子愣了一下 失笑 区区金仙境一重 就算侥幸溜出来 又有何用 他们顶多支撑半炷香 就算来的是金仙境六重 也太迟了 杨九成冷横 这次勤了秦宇宁 我定要秦玉营那件人在我胯下承欢 只有这样 才能报我杨家灭族之仇 原来 杨家是城中另一家商会 为了对付星月商会 按下杀手 反被会长秦玉营识破 灭了全族 唯有杨九成一人侥幸活下来 用仅剩的资源培养了五十名修者 只为这一天 可惜他修为被废 不然定要亲手杀了商队护卫 有人来了 白袍男子看向远处 耻笑 还真是金仙境一重 杨九成也转头看去 只见尘封与身外化身踏空而来 停在两人白迷远 目光一扫 立刻看到下方的大阵 还有奋力厮杀的商队护卫 三十七人 金仙境二重居多 而布阵的白袍男子 是金仙境五重 实力最强 白昊 杀了他 杨九成大贺 白昊挥手成阵 六角赤光大阵凝结 喷射出炽热光滑 先品阵法 尘封豁然皱眉 此人可挥手不知先品阵法 阵到天赋极高 外加境界上的差距 硬拼毫无胜算 尘封与身外化身同时闪身 显而又显地避开赤色光滑 两人分头行动 身外化身直奔白昊而去 而尘封则是冲向大阵 不自量力 白昊一脸轻蔑 先品阵法 岂是你区区金仙境一重可破的 你这道身外化身倒是不错 他眼中闪过贪婪之色 竟无视尘封 直接对身外化身出手 又是挥手成阵 赤光喷涌 动射而来 你中计了 身外化身冷笑 瞬间 身躯之中 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气息 天地色变 风雷骤起 金仙杰瞬间成形 他要在此时突破金仙 本章完 第5918章 金仙三杰之灭神杰 杨九成脸色骤变 白昊的脸上更是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金仙杰威力极强 却还伤不到了他 但他要掌控大阵 还要保护毫无修为的杨九成 还有陈锋的本体 对大阵发起猛攻 极有可能击破大阵 这就是陈锋的算计 身外化身 早已达到灵须地先进巅峰 随时可以突破 之所以压制境界 不仅是为了凝炼修为 更能利用金仙杰出其不意 打乱敌人的阵脚 金仙杰爆发 风雷皆致 直接震散赤光 轰击在身外化身身上 金光凝结的龙鳞片片崩裂 血肉被撕开 热血挥洒 可身外化身不退反径 抱着必死之心 直奔白昊而去 该死 白昊露出慌张之色 身外化身不同于本体 死后的力量会重归本体 还有再度凝结的可能 顶多本体灵魂受窗 想要恢复并不难 可白昊顾虑太多 根本无暇分身 正中尘封下怀 轰隆 风雷轰鸣 登随身外化身而动 也将白昊和杨九成笼罩 与此同时 陈锋抽出鸣炎刀 大喝 给我破 鸣炎划破长空 狠狠斩在阵法之上 咔 阵法瞬间被斩出一道裂痕 只有一臂长 不好 白昊惊呼 这小子竟然有本命仙气 风仙震压制不住本命仙气的力量 阵法要被他打破了 千算万算 却万万没算到 陈锋竟然有本命仙气在身 还不快想办法 杨九成早已恐惧到极点 他毫无修为 若非白昊保护 早已被金仙杰撕成碎片 若阵法被迫 请与您脱困 便可使用传音御符求救 但原兵一到 谁也别想活 白昊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抬手一挥 数十种珍稀材料 如瀑布般洒落 封天阵点 先品三级阵法 九天神雷通天阵 且 请客间 所有的材料亮起璀璨光滑 犹如天上繁星 升起通天彻地的光柱 直通九霄 轰隆隆 凭空惊雷 无数细密的紫色雷霆 骤然显现 凝结成九条雷龙 凶狠地叮向身外化身 白昊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逆流而上 融入九条雷龙中 吼 咆哮声响彻云霄 九条雷龙从天而降 四五分开 同时扑向本体与身外化身 先品三级的阵法 尘封脸上露出忌惮之色 白昊所说的封天阵点 定是记载着多种 仙品阵法的震道玄晶 其威力之强 即便一分为二 亦有斩杀金仙境五重的威力 尘封根本挡不住 既然一道金仙节不行 那就再来一道 尘封眼神一狠 全力催动体内的星辰仙力 滚滚仙力翻腾不休 身上的气息亦是飞速攀升 轰隆 又是惊雷声响起 原本被紫色雷霆覆盖的天空 瞬间被黑光吞噬 就连空中藤武的紫色雷龙 也被黑光瞬间击碎 天地一暗 狂风骤起 无数黑色雷霆在空中翻腾跳动 足有手臂粗壮 威势滔天 这是 精仙三节之一 灭神节 车念中 秦宇宁无比震惊 精仙三节 乃是精仙境界无数劫难之中 威力最强的三种之一 其中蕴含强大的寂灭之力 正如其名字一般 足以灭神 这 这怎么可能 白昊瞳孔俱阵 骇然失色 若只是突破精仙引来的精仙节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可灭神节却不同 劫难中蕴含的寂灭之力 一旦沾染分毫 必死无疑 这小子究竟有何等恐怖的天赋 竟然能引来精仙三节之一的灭神节 陈锋不再攻击阵法 而是死死盯着云中黑雷 雷霆中的力量让他感到心静 但 眼下只有靠两道精仙节的力量 强行灭沙白昊 才有一线生计 可他也未必能挡得住灭神节的力量 这是拿命再赌 给我破 身外化身突然怒吼一声 身上金光大放 震散精仙节 劫难中蕴含的力量 直接被他炼入体内 气息飞涨 转瞬之间 已经达到精仙境一重巅峰 而后 他赶忙冲到尘封身前 以我现在的肉身强度 可以替你挡住三成 剩下的 只能靠你自己了 尘封微惊 本想说些什么 却没能说出口 他知道 身外化身 是想助他度过劫难 成就一劫金仙 度过第一道劫难后 尘封的实力将会瞬间暴涨 堪比金仙境三重 直接跨越金仙境两个小境界 就算身外化身被毁 一缕灵魂被剿灭 又算得了什么 轰隆 此时 黑雷降下 雷鸣声响起的瞬间 天地之间 似乎失去所有色彩 连声音也一同消失 唯有漆黑的雷霆 从空中落下 好似一只大手 欲要捏碎尘封 所过之处 空间破裂 留下道道漆黑裂痕 可见劫难之强 白昊在高空 最先遭到灭神节的冲击 他直接掏空所有的宝物 一股脑散落在空中 双手连连挥动 凝结出十几道阵法 层层向蝶 将它护在其中 咔咔咔 黑雷锁过之处 阵法接连破碎 白昊嘶声怒吼着 拼尽全部的力量抵挡灭神节 直至最后一层屏障破碎 黑雷轰在身上 瞬间将他的身体积出无数血洞 阳九成毫无修为 更是失去了白昊的保护 直接泯灭在雷光之中 连尸骨都未曾留下 白昊连练呕血 取出一枚丹药吞入口中 身上亮起金光 正是这金光抵挡住灭神节一瞬 让他抽身而退 破 白昊又是一口血喷出 带着五脏六腑的碎片 可在喷出的瞬间 却被一股黑色的力量侵蚀 在空中化为飞灰 寂灭之力 毁灭一切的最强力量 已是灭神节的恐怖之处 小兔崽子 竟害我受伤至此 白昊愤怒到极点 可灭神节的力量 他根本不敢硬抗 陈锋亦是如此 可惜 你会死在灭神节之下 否则 我必将你抽筋包皮 挫骨扬灰 白昊怒吼过后 也顾不上那些暗卫 与秦宇宁 转头就走 阵法失去支撑 渐渐散去 快走 陈锋大喝一声 灭神节的力量 近在咫尺 若再不走 秦宇宁也要死 秦宇宁凝望着陈锋的身影 心中划过一股异样的情愫 本章完 第5919章 金色双眸 为守护他而死的人很多 可像陈锋这种 能以金仙镜一重境界 重创金仙镜五重的天才 他还是头一个 小姐快走 几个抽身的护卫 赶忙带着他逃走 刚下了车面 秦宇宁取出一枚传音玉符 大喝 娘 快来救人 传音玉符亮起一抹白光 悄然淡去 陈锋看着逐渐远去的秦宇宁 长嘘一口气 而后直面灭神节 眼中净是绿色 区区灭神节 也想杀我 陈锋紧握鸣炎刀 体内的力量如滔滔大疆 尽数汇入刀中 鸣炎暴涨 烧得空间扭曲不断 身外化身 亦是全力催动真龙玄身大神通树 身上鳞片再度凝结 突破金仙镜后 龙铃更加凝实细密 防御力也更强 甚至数名金仙镜四重的修者围攻 也休想伤他分毫 但他要面临的 是金仙三节之一 灭神节 咔嚓 雷光动射而来 瞬间贯穿身外化身的身体 如此强悍的肉身 竟毫无抵抗之力 直接被轰出无数血洞 黑雷开始瓦解身外化身的血肉 好似燃烧的纸化作飞灰随风散去 不过眨眼间 已经被黑雷彻底撕碎 尸骨无存 肉身虽毁 劫难却未散 寂灭仙力开始收缩 化作一个拳头大小的黑球 咔! 黑球破裂 绽放出白色光滑 一道被白光包裹的人影破球而出 直至光滑散去 尘封的身形未知显现 浑身黑气缠绕 与身体内外吞吐 环绕不休 这就是寂灭仙力 尘封面露兴奋之色 寂灭仙力 乃今仙境界最强的力量 拥有寂灭万物之伟力 与寻常修者修炼出的仙力相比 强出三倍之多 正因他太强 寻常修者遇到灭神节那一刻 必死无疑 可尘封却不同 他本就强于同境界修者数倍 又有身外化身相助 这才能压制寂灭仙力 至于彻底练化 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万年来 你是第二个度过灭神节之人 突然 虚空之中 响起一道宏大的声音 恐怖的威压降下 直接将尘封从空中震落 在地上大坑 尘封脸色骤变 抬头时便见万丈高空之上 凭空睁开一双金色双眸 眼中有异色纹路 繁复古朴 只是看一眼 尘封的尸海中便掀起滔天巨浪 似乎无法承受眼神中溢散出的威压 血泪直接涌出眼眶 好强 尘封心头俱阵 但 仅是投射而来的一道眼神 就有如此强大的气息 若是本体轻致 仅凭溢散出的一丝气息 便可将它瞬间碾成粉末 这就顶不住了 声音中带着几分轻念 你能度过灭神节的份上 还算有些天赋 先不杀你 不过 这劫难似乎太弱了些 金色双眸闪过一抹笑意 眼中纹路突然开始涌动 好似活物一般 射出两道白光 正中尘封丹田 刹那间 本来被压制的寂灭仙力 竟变得无比狂暴 微能倍增 视如破竹 直接震散了它体内的全部仙力 而后将其吞噬 将丹田封锁 我的力量 尘封的脸色一变再变 越发震惊 寂灭仙力被增强了 不仅将它体内的仙力彻底吞 还将丹田封锁 若你能破开封印 炼化寂灭仙力 倒是有成为顶炉的资格 不过 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话音未落 那双金色双眸 缓缓闭合 凭空散去 莫名的威压随之消散 那双眼睛的主人 竟将尘封当作玩物一般 尘封眉头紧锁 体内的仙力不胜分毫 全部锁在丹田内部 由寂灭仙力镇守 若想夺回力量 必须破开封印 炼化寂灭仙力 成 则实力大增 败 则生死盗销 他是谁 尘封满心疑惑 那人提及顶炉二字 莫不是想用自己的力量 助他修炼 可他为何会突然会盯上自己 怒火涌上心头 但现在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 三个月内 必须找到破开寂灭仙力的办法 否则必死无疑 公子 你没事吧 请与宁踏空而来 急切道 那人实力很强 似乎增强了灭神节的力量 原本灭神节就是最强劫难之一 一旦被寂灭仙力侵蚀 便会失去所有力量 除非炼化寂灭仙力 否则必死无疑 都怪我 他满脸自责 泪眼婆娑道 若不是我被人骗出来 怎会牵连你失去修为 于宁 突然 一声急切的呼唤声 自远处传来 秦玉营踏空而来 落在秦玉宁的车脸旁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秦玉宁摇头 娘 我没事 可她为了救我 被灭神节所伤 修为尽尸 活不过三个月 秦玉营一惊 转头看向陈峰 见她如此年轻 却已是惊鲜层次 又是一惊 是你救了于宁 陈峰无奈点头 人是救了 可代价却不小 不知阁主可有化解 寂灭仙力的办法 秦玉营叹了口气 摇头 寂灭仙力无解 一旦被侵蚀 再无修炼的可能 除非你放弃仙力 主修肉身 否则只会停留在现在的境界 陈峰眉头皱得更紧 心中五味杂陈 寂灭仙力很强 却没有掌控的办法 还吞噬了她体内的全部力量 这该如何是后 别灰心 秦玉营陈生 你救了于宁 便是我的恩人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为你寻找化解之法 若真无法可解 你便留在星月商会 保你这三个月无恙 陈峰心中一暖 但还是摇头 若不能变强 不如一死 但 我还有朋友 必须保证他们安危 秦玉营立刻开口 我会负责他们的安危 同时 我会为你寻找解法 你便暂且留在星月商会 陈峰想了想 为了亲友安危 还是先答应下来 回了星月商会 一众祖老早已交集等候 见秦玉营与秦玉宁平安归来 众人大松一口气 太好了 小姐平安无事 秦玉营目光冷冽 低贺 偌大的商会 竟奈何不了几个散修 要你们何用 本章完 第5920章 流影天尊 冷冽之气 冰寒透骨 一众祖老皆是 倒抽一口冷气 连连拱手 会长 并非我们不愿出手 而是有人截住我们 一名黑袍老者解释道 我等驻守商会的祖老 皆被一名黑袍人拦住 此人实力极强 我们联手也斗不过他 但他并不想杀我们 只是将我们困在此地 秦玉营皱眉 可曾查清此人的身份 黑袍老者摇头 他并未动用先例 只是肉身力量便足以压制我们 更没看清他的面容 几乎毫无线索 秦玉营沉默了 这次的袭击太过古怪 即是冲着秦玉宁而来 必然是针对自己 继续查 直到查清为止 是 一众祖老散去 秦玉营长叹一声 这才对陈锋说道 我还有些事要办 就让玉宁陪你吧 陈锋点头 秦玉营离去后 秦玉宁感激道 谢谢你救了我 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陈锋淡淡道 陈锋 秦玉宁点了点头 你看着比我小 那我就叫你小峰吧 商会附近还有一座小宅子空着 离商会很近 我带你的朋友过去 陈锋带着秦玉宁找到众人 一路赶往宅子 到了才知道 所说的小宅子 竟是一座豪华府邸 秦玉宁有些不好意思 商会不少府邸都卖出去了 只剩这一座 你们先凑着住着 够了 陈锋淡淡道 这里有阵法守护 更是在城里 应该不会有人在这里动手 我们先住在这 待找到化解冀灭先例的办法再说吧 秦玉宁抿着嘴 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都是因为 你才会失去修为 不过你放心 我们星月商会 可是这里最大的商会 没有我娘找不到的宝物 她一定有办法治好你 陈锋点了点头 希望如此 她并未抱太大希望 既然说 寂灭先例无法可解 想来困难重重 好在有个落脚的地方 不必担心亲友的安危 秦玉宁走后 江月纯忍不住问道 陈锋 你真失去修为了 陈锋点头 将之前发生的事一一道来 你 江月纯欲言又止 不必安慰我 陈锋淡笑 我失去修为 无法修炼 可只要集齐几件宝物 便可凝结身外化身 若当真今后无法修炼 我便舍弃这具肉身 入主化身便是 众人皆是一愣 这才想到 陈锋有凝结身外化身的能力 且化身也可修炼 虽然舍弃肉身 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 都会大打折扣 但总比不能修炼强 先让几人住下后 陈锋盘坐在房间里 喃喃自语 雪龙枝 天龙谷 地煞魂珠 这可都是万中无一的西式珍宝啊 陈锋一脸无奈 以他如今的修为与天赋 以至宝 凝结身外化身 皆是珍贵之物 不过 他虽失去修为 却得到了星月商会的帮助 及其这些宝物并非难事 第二日一早 陈锋来到秦宇宁住处 小枫 你怎么来了 秦宇宁一脸意外 陈锋如实道 我需要一些宝物 可我不熟悉这里 需要你帮我 秦宇宁恍然 笑道 我带你去拍卖场吧 他带着陈锋来到拍卖场 拍卖场极大 只是用来拍卖 并无其他的商贩 环形大厅内部 数万长以整齐排列 上层则是贵宾区 留给城中的大人物所用 根据高度不同 划分出三个区域 做得越高 身份越尊贵 我们去上层 秦宇宁边走边道 今日本来没有拍卖 但你想要的那些宝贝 只有拍卖会 才有机会遇见 我已经命人 举办了一场拍卖会 点名寻找这几件宝贝 半个时辰后开始 陈锋愣了一下 临时举办的 秦宇宁笑着点头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点要求算什么 陈锋暗暗扎舌 不愧是城中第一商会 拍卖会说办就办 他还是头一次 享受到这种待遇 两人来到二层 坐在最高的位置上 这里只有两把长椅 两人坐在左侧那边 陈锋却好奇地看向右侧 那里是刘颖天尊的位置 秦宇宁一脸憧憬道 传闻刘颖天尊 乃是白帝城最强者 来无影去无踪 上次见面 还是百年前那场拍卖 天尊刚好路过此地 离开前指点修炼身法 可惜我悟性不够 没能练成身法 真希望能再见天尊一面 陈锋收回目光 心中暗道可惜 若留影天尊来的话 还能借机请教一番 很快半个时辰过去 拍卖会即将开始 数万修者一拥而来 挤满了拍卖场 有不少修者陆续踏上二层 也只是坐在第一层 只有两人坐在第二层 可陈锋失去了修为 无法感知两人的境界 唯有与他相同的仙人 京区他能确认 两人皆是精先进强者 马上开始了 秦宇宁小声提醒 这次举办有些仓促 未必能凑齐你要的宝贝 等拍卖结束 我去跟祖老说 让他们帮你盯着点 陈锋点头 到了声谢后 近代拍卖开场 秦小姐 好久不见 一声招呼打断陈锋的冥想 睁开眼便见一名黑衣青年 笑看着秦宇宁 南哥哥 你怎么来了 秦宇宁一脸激动 是不是刘颖天尊也来了 南向天摇头 师尊在外云游 只是我想买些仙药就来了 秦宇宁笑容渐渐散去 叹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能见到天尊了呢 南向天抬手按在他肩膀上 顺手捏了一把 下次我只会师尊一声 让他指点你修炼身法 秦宇宁满心兴奋 根本没在意南向天的动作 南向天顺势想要坐在他身边 这才发现陈锋坐在哪 你是 他眼神不善 尤其是发现陈锋毫无气息 眼中多了几分不屑 秦宇宁笑着介绍 这位是陈锋 前几日救了我一命 今日的拍卖 就是为他办的 南向天一愣 语气发酸 特意为他办了场拍卖会 秦宇宁点头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且实力很强 之前 曾以地先巅峰的境界 击败过金仙境五重的散修 本章完